第217章 一次性神级demo 我滴个娘嘞 海森塔姆全套 这也太奢侈了呀 哇擦 这是海森最高端的静电耳机呀 卧槽 大发了 这收音器周杰是真的要疯掉了 他梦想中的录音室 就已经是他所能够想象到的极限了 可眼前这个录音室里的设备 比他的梦想要高出去一座喜马拉雅山 这么说吧 全世界最顶尖的录音室 用的啥设备 眼前这个录音室里用的 只有更好更贵 别的不说 光是那个海森静电耳机 就要15万大米粒一套 这个录音室里有整整五套 收音器 也就是录音室里面的麦克风 前面那个防喷罩 牌子是老锐的最顶级品牌 一个叫1200大米粒 边上的仓库里摆着整整四箱 这不是一次性的呀 最夸张的是 隔音玻璃 用的竟然是5厘米厚的防弹玻璃 用不用这么夸张啊 要知道 就算是银行柜台用的防弹玻璃 也就是三厘米厚而已啊 奢侈 实在是太奢侈了 咋样 还缺点啥 赶紧说 我抓紧时间 让人买回来 别耽误时间 孙平安不懂这玩意 所以只能询问周杰这个半调子了 毕竟 再过几天 大秘密就要来了 现在 爱的供养 伴奏袋 还没弄出来呢 还缺 一个专业的制作人 周杰想了想 回答道 孙平安是铁定 不会摆弄这些顶尖设备的 周杰会一点 却不敢上手 这玩意儿 别说弄坏了 就算是碰一下 他都感觉是最寡 孙平安正要给小舅打电话 一位中年男人 推开录音室大门 老板好 我是专业的音乐制作人 我叫 李宗盛 孙平安差点标出海豚音 李宗盛是谁 上一世 孙平安老爹老妈的偶像 也是孙平安老爹老妈的媒人 据说老爹老妈 是在街上买李宗盛新出的专辑 盗版磁带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相同的偶像有了交集 然后感情升温 步入婚姻殿堂 这才有了孙平安 如果说周杰伦的歌 陪伴了孙平安整个青年时期 那么李宗盛的歌 就相当于孙平安的胎教 再加上歌了 啊 我叫李宗 没有盛 周杰 开始了 胖哥又开始了 周杰这段时间 被孙平安百教不改的执拗劲 快要弄疯掉了 明明他纠正了无数次 他叫周杰 不叫周杰伦 可孙平安却铁了心的不改 现在好了 终于有人陪着他 一起郁闷了 宗盛书 老板 您叫我小李 阿盛都行 那不行 您年龄摆在这儿呢 以后 我就叫你宗盛书 那个 老板 我叫李宗 不叫李宗盛 一个月三万基本工资 再给你5%的股份怎样 老板 我李宗盛为老板马首是站 这辈子我都不走了 死我李宗盛 也要死在这里 周杰 没想到你李宗浓眉大眼的 竟然这么轻易就攀变了 老板 我以后就叫周杰伦了 滚一边去 赶紧打扫卫生 好嘞 让周杰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顶尖录音室的 处女制作曲 不是他心心念的那三首歌 而是让他牙花子都搓妈了的 爱的公养 没脾气 在大牌的歌手 在孙平安的眼里 都挤不上大秘密一根手指头 李宗也差点被这首歌给弄疯掉 虽然要为五斗米折腰 可李宗毕竟是专业的 虽然现在称不上大师 也绝对不是那些 为了钱啥歌都录的人 偏偏胖老板要求 这首歌的伴奏 一定要弄到最好才行 李宗能忍 他能 孙平安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 可是关他最爱的大命令 那就另说了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至于补偿 孙平安直接祭出神器 凡人哥 山丘 飘扬过海来看你 先来十首宗圣书的经典传世之作 往李宗面前一拍 甭说一首爱得公养了 就算是再来十首学猫叫 李宗也绝对会用120%的热情 120%的专业性 完美地完成配业 至于安抚周杰 那更简单了 反正已经有三首了 那就凑一个专辑出来好了 孙平安想得很简单 他的人生歌单里 绝对不允许没有周杰伦 既然这个世界没有周杰伦 那么他就创造一个周杰伦出来 反正歌都在脑子里 有记忆打印机 复制出来就是了 宗圣书那边在搞三首歌的配乐 孙平安先把周董第一张专辑 其余的歌都写了出来 依然是简朴 然后 闲着了 孙平安忽然想到 他好像还有一个系统 抽奖没弄 今天能一下子凑其他二十 青年时期两大偶像 运气如此爆棚 不抽奖 难道还要等运气差的时候吗 系统 我要抽奖 抽奖开始 恭喜你获得了一次性神级 Demo 只要是你亲手写出来 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歌曲 你就可以使用原唱的嗓音 展现一次神级现场 孙平安都惊望 要知道 他这嗓子 五音不全 都不能叫跑调了 而是从一开口 一直到一整首歌结束 都在找调子 当然 最终的结果是 没找到 用本山大叔的话来说 人家唱歌要钱 胖子唱歌 贼他妈搞笑 拥有这个神迹 虽然一首歌只能唱一次 那也能圆了孙平安卖罢的梦了 宗圣书三首歌的伴奏带弄好 周杰就开始了录制 孙平安听到周杰的歌声 差点哭出来 没有想到的是 周杰的嗓音 和上一世的周董 简直一模一样 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这就是惊喜啊 周杰不但长了一张周董的脸 还得了周董一样的病 现在还有周董的嗓子 这不就是这一世的周董吗 第一首 《可爱女人》 周杰唱了四次 宗圣书就认为 已经没问题了 虽然现在唱了四次 可这一个星期 周杰除了接受治疗 睡觉之外的时间 唱了没有一百遍 八十遍了 老板 您觉着咋样 宗圣书扭头询问孙平安 虽然孙平安不是专业人士 但他是金主啊 例行询问总是要有的 对吧 这该死的仪式感 孙平安却皱起了眉头 不行 他的咬字太清楚了 我希望他唱歌的时候 有一种含糊不清的感觉 孙平安的话 直接把两名专业人士给干猛了 第218章 完整版可爱女人 胖哥 咬字清楚 不是唱歌的基本要求吗 要是唱得含糊不清 听的人都不知道啥词 孙平安瞥了周杰一眼 你要是吐字清楚 那还有什么 特色可言 咱玩的 就是吐字不清 周杰苦着脸道 吐字不清 我也不会唱啊 孙平安无奈起身 道 我给你打个样吧 李宗和周杰都没当回事 在他们看来 吐字不清 难道会好听 孙平安走进录音室 戴上耳机后 先嗷嗷叫了两嗓子 一次性神级demo 一首歌就只能用一次 所以 孙平安必须先给自己弄个人射出来 要不然 他唱完一次 要是还有人 让他唱第二次杂证 孙平安想了想 取出了鬼王神针 给自己脖子上来了两针 李宗和周杰都傻了 这是什么操作 唱歌之前先扎针 关键是 这是扎自己啊 那么长的针 咔一下扎自己脖子上 不疼吗 这要是扎出个好歹可咋办 不疼 孙平安疼得呲牙咧嘴 最善用针扎人的容嬷嬷 那也是扎别人 扎自己 容嬷嬷都不会干 可孙平安不扎不行啊 要不然没借口啊 孙平安再次装模作样地 清了清嗓子 对一窗之隔的李宗 竖起了大拇指 李宗立刻按下了播放键和录音键 高级静电耳机当中 开始播放伴奏音乐 前面三秒 是留给歌手的准备时间 然后才会进音乐 孙平安就在第二秒的时候 来了一声 嗯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 嗯 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接着 充满节奏感的节拍响起 想要有直升机 想要你 周杰猛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无比惊慨地发现 孙平安的声音 和他的声音 竟然一模一样 不对 并不是一样的 周杰唱歌的时候 咬字很清楚 每个字都能让你听得清清楚楚 可孙平安呢 虽然能听懂他唱的是什么 但咬字却没有那么清楚 而且 第一句歌词应该是 想要有直升机 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 想要和你 但是在孙平安的口中 和变成了虚音 变成了 想要有直升机 想要你飞到宇宙区 想要你 这就导致歌中充满了一种慵懒 随意 浪漫 温馨的独特感觉 就好像是陷入热恋中的大男孩 想要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一切 都送给女孩一样 唱完 外面的李宗和周杰 已经完全傻掉了 孙平安将鬼王神针收回 清了清嗓子 这才推门走了出来 胖 胖哥 你也太掉了 周杰的震惊感 还没过去呢 哎呦 不错呀 孙平安因为第一次完美演唱了偶像的歌曲 也有心思开了得玩笑 哎呦 不错呀 周杰把这个评价记住了 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 成为了他的口头禅之一 老板 你为啥唱歌之前 先给自己来两针啊 李宗这才将自己的疑惑询问了出来 这个嘛 我这人五音不全 唱歌跑掉 但是不做示范不行啊 要不然 这小子还不知道 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吗 所以我就用针灸术 对嗓子进行了一番改造 这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用上一次 不休息三五天都恢复不了 所以 杰伦啊 好好唱啊 周杰差点哭出来 用力点头道 是 胖哥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孙平安憨笑着 这小子 真好忽悠啊 周六 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随着大厦传统新年春节的临近 街面上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北桥跨江大桥下结冰的河面上 经常可以看到放寒假的学生 在上面嬉戏打闹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 驾马车 开拖拉机 骑摩托 乘坐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中巴车 纷纷涌入北桥 一打广场上 就算不是周末 都人头涌涌 赶上周末 那更是人山人海 一眼望去 乌鸦鸦的全都是人 放假 对警察来说 节日越大 工作越忙 春节作为大厦传承数千年 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对警察来说 不亚于一次世界级的盛会 除非你贪医院了 动弹不得 否则每个人都必须上岗 而且绝大部分 都是要上街巡逻 或者站岗执勤的 北桥派出所 除了上次工地事件中 被捅伤的渔风之外 所有人全部上岗 孙平安穿着一身冬季警服 就站在一达广场 正中间的半米小台上 盯着四面八方 最搞笑的是 孙平安的左边不远处 是一个在国外街头很常见 在国内却很少见的人扮演的雕塑 右边不远处 则是商场请来的专业小丑 将气球弄成各种形状 逗孩子玩 再稍远一点 是一达商场的卡通吉祥物 四个人都站在半米高的台子上 就跟南天门四大天王似的 所以 孙平安这边人也不少 妈妈 这个胖胖在COS警察叔叔 有胆大的孩子 甚至还爬上台子 跟孙平安合影 孙平安脸上带着憨笑 还得伸手帮着扶一把 免得孩子掉下去摔着 一个最多也就六岁的小胖子走了过来 对着孙平安进了个军礼 孙平安立刻收起憨笑 面对小胖子 立正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一幕 也被不少人 用照相机 小型摄影机 手机给记录了下来 孙平安感受到了 口袋里手机的震动 摘下手套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杨云打来的电话 不过现在正在执情 没法接 孙平安只能挂断 快速发了一条信息 我在一打广场执情 把手机揣进口袋 孙平安继续看着各个方向 罪恶神眼一直开着 这不 发现问题了 多 响亮的哨音 吸引了周围群众的注意力 孙平安拿起脚边的大喇叭 一手指向人群中的艺人 你 过来 人群中一个身材普通 面容普通的年轻男子 重重地叹息一声 仿佛任命一般 在众人瞩目下 挤过人群 来到孙平安身前 胖警官好 我只是来逛街的 真没出手 这丝是个三只手 曾在北桥中医院大门口 被孙平安逮住过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 别搞事情 否则我一定上门拜访 孙平安蹲下身 认真地警告道 这 对方犹豫了 这样 我也不让你为难 让你老大来这里见我 你告诉他 他要是不来 我就开始抓人 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出手 是否人赃并获 哪怕用一个怀疑的借口 我也可以把你们带回去 拘留48小时 如果不想大年三十 在我们派出所的 临时鸡押室度过 十项点 明白 年轻男子无奈点头道 明白 五分钟后 一辆黑色商务车 停在了广场外的马路上 一位头发花白 六十岁上下 身材微胖 看上去特有气势的老人 坐在轮椅上 被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推着 向孙平安所站的位置而来 第219章 辣手胖胖官 孙警官 你好 我叫 孙平安直接跳下台子 站在了老头的面前 开口就把话给接了过去 田鹏 六十五岁 南 汉族 北方三省四大天王之一 人送绰号笑面佛 十年前金盆洗手 我有点想不明白了 我让一三只手去找老大 怎么把你给请过来了 难道说 道上名声赫赫的彭爷 竟然越活越回去了 收保护费 放高利贷 战彩沙场 垄断装潢市场 霸占运输路线 这么多赚钱的买卖不干 竟然开始养佛爷了 咋得 高端局玩逆位了 开始玩低端局了 彭爷身后两名壮汉 怒涩上脸 上前一步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彭爷抬手拦住 孙警官说笑了 在北桥道上混的 谁不知道 辣手胖胖官孙平安的 赫赫威名 两名壮汉听到这个名号后 很是愣了一下 竟然齐齐后退了一步 辣手胖胖官孙警官 在寒城道上 和杀神士话等号的 王远了说 追击B级通缉犯 愣是把一个国际级体育健将拉抱 听说那人两条腿都废了 以后走路都费劲 以一己之力 掀了A级通缉犯张芳芳的赌场 把张芳芳的势力连根拔起 逮捕归案 顺带着解救了人质 干掉了张芳芳的儿子 工地一战 一人 一锦棍 把想要占地盘收保护费的数十人 打了个人养马翻 个把月前 就是这胖子 把寒城毒王的老卧给掀了 人被揍得跟猪头一样 亲妈来了都不认识 北桥最大的地下赌场 这胖子不但掀了 还当场逼了两人 网近了说 半个月前 刀刀命中眉心 当场就杀了五个 事后就写了份报告 连停止都没有 甚至都没找过心理医生 去调节调节 这说明啥 这说明 这胖子杀的人 可不止他们知道的这些 警队上头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种狠人 强人 谁敢惹 他只要穿着警服 就有着一层天然金光罩 摆邪不清 惹到他 断胳膊断腿 甚至被他干掉 都是合法的 俩壮汉 也是道上有名号的狠人 可在孙平安面前 屁都不是 俩人以前是只知道名号 不知道人 现在算是把名号和人对上了 那叫一个后怕 刚才要不是填鹏拦了一把 他们真的动手 现在恐怕已经躺地上了不说 还要被安个袭警的罪名 进去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孙平安倒是愣了一下 他啥时候在道上有着外号了 听起来 中二倒掉渣呀 辣手判官 就辣手判官 你中间家的胖子 直接把一斤拉低了几十个百分点 本来挺威风霸气的绰号 愣是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就好像那些电影名 加个字就直接毁了 比如说 铁甲小宝 一代孩子的回忆 如果加个宋呢 铁甲宋小宝 美好的回忆崩塌了吧 比如说 漫威大制作 毒液 加个销 成了销毒液 估计毒液那老哥 能修得找个马桶撞死 胖胖 熟悉的叫声 在不远处响起 孙平安扭头看了一眼 杨云穿着一身 白色长款羽绒服 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正笑盈盈地朝他挥手呢 在杨云的身旁 还站着两个记者模样的人 其中一个扛着一台摄影机 正在拍摄 孙平安没有在意那俩人 抬手向杨云打了个手势 杨云顿时明白过来 和身边年轻女子低声说道 执行任务中 咱们不能靠近 那年轻女子顿时双眼放光 让摄影师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孙平安重新将目光 放在了田鹏的脸上 田鹏看了一眼杨云 孙景观好福气 竟然能够追求到 寒称最美的景话 继续 孙平安面不改色 道 别岔开话题 别拍马屁 我执行呢 没工夫跟你在这儿落闲客 田鹏点点头 开口 这些佛爷 虽然不是我养的 可他们老大 却是我早年收的义子之一 这年头赚钱不易 尤其是这鼠九寒冬 又临近过年 就算是想找粪工作都难 孙景观总不能不让这些孩子们吃饭吧 再说了 这一年到头 也就春节这段时间 生意好点 孩子们出来 也是赚个过年前 孙景观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我保证 他们每个人弄到五千块钱 足够过年就立刻收手 一直到正月十五之后 才会出来活动 也让各位景观 能过个消停年 孙平安微微俯身 靠近了田鹏 脸上似笑非笑 伸手不轻不重地 拍在田鹏那张富太的脸上 给你个面子 田鹏 你的面子值几个钱 咋的 威胁我 如果我不答应 是不是你会让手底下的佛爷 都出来搞事情 甚至把整个韩城的佛爷 都调北桥来 让我们北桥派出所 忙得焦头烂额 道上叫你一声 彭爷 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爷了 你彭爷的名号 唬不了我 明白 田鹏面色一变再变 孙平安瞥了一眼 田鹏身后站着的那两位壮汉 这二人低着脑袋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研究脚下地砖上 有多少横条纹 田鹏重重吐出一口气 认真地看着孙平安 严肃道 不如 孙警官和我赌一场 孙平安吃声道 这是警察 最讨厌的就是赌博 打击赌博是我们的工作 就我个人而言 我这人最讨厌输的感觉 一旦我输了 我就会非常不爽 一旦我不爽 我就会掀桌子 赖账 你确定 你能承受得了我输了的后果吗 田鹏呼吸为之一致 这死胖子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这摆明了告诉他 赌可以 赢了我通杀 输了 我就耍赖仙桌子 最后还是我赢 两头通吃啊 这死胖子 完全不按照常理出牌啊 这你马去哪说里去 但是 不解决这个事情 也不行啊 手底下那么多佛爷要养 总不能让他们大过年 喝西北风吧 那如果赌吃呢 田鹏咬咬牙 改变了策略 我听说孙警官特别能吃 不知道敢不敢接 赌吃 这个可以哦 孙平安笑了 你怕是不知道 胖爷 我有多能势吧 如果孙警官你赢了 我保证正月十五前 整个北桥 不会发生一起 小偷小摸的案件 不够 我要整个寒长 孙平安摇头道 孙警官 不要得寸进尺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田鹏话音未落 孙平安一直闪电般地 点在了田鹏的侧颈部 而后 脸上挂着憨笑 左手拿起木偶一般 毫无反抗能力 甚至除了眨眼 连张开嘴都办不到的田鹏的右手 一只一只地将手套摘掉 接着 孙平安的右手 抓住田鹏右手食指 猛地一拉 而后向上一掰 田鹏双眼圆瞪 这零下二十多度 冷汗刷一下 就冒了出来 因为他的右手食指 跟手背紧紧贴在了一起 接着 孙平安又抓住了中指 重复了刚才的动作 田鹏的身体 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了起来 孙平安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把田鹏的食指和中指副位 又在关节处揉捏了几下 这才细心地为田鹏戴上了手套 孙平安知道他这番举动 都被不远处的摄影机拍摄了下来 不过 他并不在意 拍去呗 他正愁最近立功太多 快要压不住升职了呢 第二百二十章 讨价还价 孙平安在田鹏后脑勺拍了一巴掌 田鹏惊害地发现 他的身体重回自己控制之中 田鹏下意识地就想惨叫一声 可却很无厘头地发现 没法叫啊 刚才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恶魔一般的胖子 将他两根手指头硬生生地掰断 都说食指连心 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感 让田鹏这辈子都忘不掉 可现在 疼痛感就像是退潮一般 瞬间消失了 活动了一下手指头 没有丝毫痛感 这让他怎么叫 这要是叫了 除了把他脆弱的一面 在手下面前展现出来之外 也没别的用啊 别跟我提条件 你是黑 我是白 你是贼 我是警 咱们天然就站在对立面上 警察抓贼 就和老虎吃肉 是一样天经地义 你尽管放马让全韩城 甚至整个北方三省的贼 都来北桥 来一个 我抓一个 来一队 我抓一双 到了跟我打声招呼 三天内 我让你们一起去监狱开年会 孙平安撂下狠话 转身准备跳上台子 继续执情 两个A级通缉犯 田鹏一句话 就让孙平安停下了脚步 想清楚了再说 要不然别怪我再让你感受一下 断手指的舒爽 田鹏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只要你答应跟我赌 并且赢了我 我就提供给你两个 A级通缉犯的信息 保证你能够抓到人 甚至 我可以把那两个 A级通缉犯 送到你的面前 这个功劳 足以抵消北桥过年这段时间 发生盗窃案了吧 孙平安摇摇头道 如果我赢了你 从现在开始算起 一直到2月2龙抬头 不允许在北桥 发生一起盗窃案 至于2月2之后 咱们手上见真章 两个A级通缉犯 我要定了 孙平安确实可以不答应 对方也可以当做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 一切又如同往年一样 过年期间 小偷小摸横行 贼是抓不完的 正所谓 道高一尺摸高一丈 警察再多 难道还能有贼多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抓到一个贼 拘留几天 就得放人 但是警察呢 却依然要辛苦执行 抓贼 所以 孙平安要的是 一个平安祥和的新年 孙平安看了一眼 人头涌涌的广场 再加上一条 如果我赢了 你手下所有人 都给我穿上反光服 帮我们警察维持秩序 抓贼 一天管二顿饭 一人一天 一百块钱的辛苦费 如果我输了 我给你一百万 让你用来给手下一个交代 但是 他们照样不能在这段时间 出来盘活 怎么样 公平不 孙平安问道 田鹏没想到 还有这种意外惊喜 这还有啥可犹豫的 成交 时间 地点 孙平安也没废话 中午十二点 一达广场四楼属香园 恭候胖爷大驾 不见不散 孙平安一言而定 田鹏那俩榜大腰圆的手下 立刻推着田鹏 融入到人群当中 不见了踪影 孙平安跳上台子 继续执勤 杨云警察出身 自然知道执勤时的规矩 没有上来打扰 而是和那个女记者 低声说着什么 十一点半 下班时间 由警察替班 换下了孙平安 杨云这才开心雀跃地 冲到了孙平安身旁 一把抱住了孙平安 老公 人家好想你啊 杨云将头埋在孙平安胸口 跟小猫一样 用力地蹭了蹭 我昨晚还梦到你呢 孙平安搂着杨云 笑道 对了 杨云这才想起来 还带了人过来 他们是我新经纪公司 策划部的同事 他们是来记录我的日常的 这位是肖亚 这位是方云 你们好 孙平安笑着和对方握手 你怎么找经纪公司了 孙平安有些不解 因为有了经纪公司 虽然收入会被抽成 但省事很多啊 我只想好好拍戏 不想每天都被一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缠着 杨云简单解释了一下 团队的力量 自然要比个人的力量更强大 杨云不是个怕麻烦的人 他只是讨厌麻烦 而一个优秀的经纪公司 能够帮他解决不少麻烦 我不求你赚多少钱 只要你开心就好 如果做的 不开心就停下来休息 如果有什么麻烦事情解决不了 告诉我 我来给你解决 孙平安抚摸着杨云的秀法 认真地叮嘱道 杨云用力地点头 只要是在孙平安的身边 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 都饿了吧 中午想吃点什么 我请客 孙平安笑着问道 杨云看向负责拍摄生活的两人 客随主便 我们没有忌口 吃什么都行 肖亚是个圆脸女孩 性格挺开朗的 方云连连点头附和 秘密喜欢吃川菜 咱们中午就去吃川菜好了 毛学旺 对吧 老婆 孙平安宠溺道 我怕长痘痘 还有毛血旺太油腻了 一吃就胖 减肥太痛苦了 杨云苦着脸 纠结道 孙平安笑道 偶尔吃一次 没什么问题 再说了 不是有我吗 回头我看一下 能不能给你熬制一些美容养颜 调节身体的药丸 这样 你以后就不用担心熬夜长痘痘 吃点东西就发胖了 杨云当然知道 孙平安的医术有多厉害 拍戏的时候 就算再小心 也避免不了磕碰 可是有了紫玉段序膏 只要睡一觉 第二天 亲子就会不翼而飞 生活中 杨云最苦恼的脚臭问题 在长期坚持服用一箱单 并且用一箱单泡澡之后 现在哪怕不用香水 身上也有一股特别好闻的 天然的幽香 有不少剧组的女性 都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还询问她 是不是用了什么 国际顶级的香水呢 孙警官还会配药 肖亚惊讶地问道 会些 孙平安谦虚地回答道 然后招呼众人 走进了一达广场 一达广场四楼是美食广场 各种餐饮铺子一个挨着一个 不得不说 老汪家是真会做生意 一家商场 餐饮娱乐购物一条龙 四楼的川菜馆有三家 生意最火爆的 当属蜀香园 据说大厨是从蜀地请来的大师傅 一手穿菜贼地道 只不过今天中午的蜀香园 情况有些怪异 明明坐无虚席 可却没人点菜 每张餐桌上都是空的 而原本外面应该挤满了排队的人 现在却空无一人 孙平安带着杨云 和另外两人走进去 刷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齐齐看了过来 就好像是 进入了道尚大哥的谈判现场一样 气氛 那叫一个压抑 第221章 谁说胖爷是一个人了 肖雅有些胆怯地 拉了杨云胳膊一下 秘密 要不然 咱们还是去吃点别的吧 这里没有位置了 杨云也觉着 这里的气氛不好 拉了孙平安手一下 孙平安环视这帮 一看就不像好人的家伙 微微皱眉 站着位子不点餐 捣乱师播 都给我滚出去 哄 20多张餐桌旁 坐着的上百人 整齐华裔地猛然起身 发出了一声哄响 孙平安 看向正对着大门坐着 脸上挂着微笑的田鹏 田鹏的笑容中 有得意 有挑衅 有试探 孙平安不屑地撇了撇嘴 左手抬起 猛地向下一挥 躲 一声清响 在寂静的环境中 格外地响亮 田鹏看了一眼身前桌面 瞳孔猛然一缩 一把造型特别精致 宛如艺术品一般的飞刀 斜着刺穿了厚重的金属桌台 只剩下一节刀柄 还露在外面 田鹏在看到这把飞刀的角度后 头脑当中下意识地浮现出了飞刀的轨迹 低头一看 冷汗刷一下冒了出来 这一刀要是刺穿了桌面 继续往下射的话 会把它给淹了 第一次警告 都给我滚出去 一滴冷汗 从田鹏的额头上滑落 他咬紧牙关 强撑着没有动 上百名壮汉 都蓄足了气势 只要彭爷一声令吓 不管这死胖子有多大的威名 他们也要弄他 躲 田鹏面前的桌面上 再次多出来了一把飞刀 这把飞刀 刀柄的末端 刚好与桌面平齐 众人齐齐色变 如果说第一把飞刀 他们还看到孙平安的动作 那么这第二把飞刀 他们甚至连孙平安的动作都没有看清 就好像 第二把飞刀 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第二次警告 田鹏看着距离自己二弟 不到十厘米的飞刀刀尖 尿一袭来 全都出去 田鹏大声吼道 所有人齐齐愣了一下 虽然不甘心 不愿意 但田鹏的命令 他们不得不听 于是 上百名壮汉 排着队 向着鼠香园大门走去 一名身材魁梧 一副桀骜不须模样的壮汉 在走到孙平安身旁的时候 出乎意料地 猛地抬手向着孙平安的胖脸扇了过来 啊 看到这一幕的潇雅 尸声尖叫 下一秒 一把飞刀凭空出现在了孙平安的手中 壮汉扇过来的一巴掌 就好像是主动送上门来的一样 噗 一声轻响传来 无间不摧的飞刀 刺穿了壮汉扇过来的大手 孙平安上前一步 一记膝撞 就将壮汉都已经到嘴边的惨叫声 硬生生地撞了回去 这还不算完 孙平安另一只手 抓住壮汉的头发 脚下一半 直接将壮汉 几乎是凭着按在了地上 壮汉的面门 重重地撞在光洁如镜的瓷砖地面上 孙平安薅住壮汉的头发 迫使他仰起头来 一口白牙 不知道被磕断了几颗 高挺的鼻梁 也被撞塌了 满脸是血 看着他叫一个惨 重壮汉看到孙平安竟敢动手 顿时怒了 正要一拥而上 不许动 田鹏大声命令道 一名凶神恶煞一般的壮汉 显然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竟然还要往前冲 可还没来得及到孙平安身边 就被两个壮汉死死地抱住 前进不得 放开我 这死胖子 敢在彭爷面前嚣张 老子这条命就算不要 也要弄死他 壮汉一边用力挣扎着 一边大声吼道 傻逼 回头看他外面 两个壮汉中的一人 在他耳边大声叫道 这壮汉愣了一下 扭头一看外面的情况 冷汉刷一下就冒了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鼠香园外面的走廊上 出现了上百位穿着特警服 装备齐整的特警 这些特警 齐齐端着枪 黑漆漆的枪口 正瞄着鼠香园中的众人 而刚刚还想要冲上去的壮汉 一扭头 三点刺目的红光 差点晃下了他的狗眼 对面店铺外的围栏旁 五名狙击手架着枪 其中三把狙击枪的目标 赫然就是他 孙平安抬头看向田鹏 不屑冷笑道 田鹏 让你的手下闹一下试试 他们就算是鼠猫的 有九条命 都不够死的 真当我傻 孤身一人跟你玩 我背后 是二百万大厦警察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你七八回了 今天你不闹 咱们就好好玩玩 你要是敢闹 我敢保证 你的所有势力 都会被连根拔起 你们这种在道上混的 就算是用消毒剂去洗 也洗不干净 只要你屁股下面有屎 把你八倍祖宗都翻出来 也要把你按死在监狱里 田鹏的身体在颤抖着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么的愚蠢 竟然还想给孙平安 一个下马位 如果是普通的警察 也就算了 可孙平安是谁 就算是抛开 强大的背景 家事 就凭孙平安 获得的那些明面上 他们能够知道的功劳 都足够让他获得 整个韩城 甚至整个大厦警界 全力支持了 大厦警队 是绝对不允许 他们的英雄 被这些黑恶势力欺负的 更何况 在大厦 只有警察欺负 这帮混混的份 这帮混混 想跟警察榨刺 那简直就是 老寿星吃披霜 嫌自己命长了 孙平安没去理会 无比惊骇的田鹏 而是看向了 被自己薅着头发的壮汉 王兴杰 B级通缉犯 你因故意伤害他人 入室抢劫 暴力致人残疾 袭警等罪名被捕了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会被记录在案 成为你在法庭上的证据 孙平安拔下飞刀 在王兴杰的脸上 反复擦了两下 收回刀套中 然后掏出手铐 咔嚓 搞定 两名特警 直接推开挡路的壮汉 将王兴杰接手 孙平安拍拍手 所有人双手抱头 蹲下 上百位壮汉 再也没有一人敢反抗 老老实实 特听话的双手抱头 蹲了下来 孙平安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若是他一个人的话 大不了大开杀戒 可因为有杨云在 孙平安可绝对不允许杨云 受到半点伤害 如果真的开战 他一个人就算是有三头六臂 也很难保证这一点 所以 拉人啊 半个月前 刚跟市局的高局并肩作战 申请把特警队拉出来 展示一下警队的精神面貌 强大实力 有何不可 正好快要过年了 就算是出来转一圈 震慑一下犯罪分子 也是不错的 所以 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第222章 胖爷 我服了 孙平安对杨云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萧亚和方云二人 不好意思 稍微耽误几分钟 一会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萧亚和方云 早就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只是下意识地点头 孙平安大步走到田鹏对面 守在桌面上一扫 田鹏惊讶地发现 自己面前那两把飞刀 竟然如同出现时一样 凭空消失了 孙平安拉开椅子 大马惊刀地坐在了田鹏的对面 也不说话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田鹏 田鹏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头纵横丛林 百无禁忌 横行霸道的熊王给盯上了一样 身上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胖 胖爷 我 我错了 田鹏不得不低头 因为他很清楚 他要是敢有半点嚣张 那么他和他的手下 就只能在监狱里开年会了 他的万贯家财 他的庞大势力 他的江湖地位 在这个胖子的眼里 屁都不是 人家甚至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头 只要一句话 就能令他之前拥有的一切灰飞烟灭 速度快点 我一点还要执勤呢 孙平安白手道 田鹏听了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胖爷 您的意思是说 咱们之间的赌约还有效 嗯 孙平安点点头 那两个A级通缉犯 不会跑了吧 孙平安更关心的是这个 至于赌吃 开玩笑 胖爷这身标 你当是浮肿吗 这可是常年累月 从不懈怠 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放心 只要胖爷您赢了我 我保证您执勤前 一定能亲手为他们戴上手铐 你不可能赢 孙平安扣着桌面 认真道 田鹏刚想反驳一句 忽然回想起在广场上的时候 孙平安所说的话 这胖子最讨厌输 他输了的时候 就是他掀桌子的时候 所以 无论最终输赢如何 这俩A级通缉犯 是必须要出现在孙平安面前的 田鹏暗叹一声 早知道 就不出头了 这尼玛 不是主动送上门找羞辱吗 田鹏看了一眼 蹲了一片的手下 道上大佬的气势猛然爆发出来 老子就算是输 也要一盏雄风 让你个死胖子 难受到崩溃 田鹏一挥手 上锅子 两个服务员 战战兢兢地 各捧着一口铜锅走了过来 两口锅摆在了两人面前 孙平安探头看了一眼 直呼好家伙 锅里面如血般鲜红的汤汁翻滚着 一颗颗小灯笼形状的辣椒 在翻滚的汤汁中 起起伏伏 光是闻着 都令人感觉到了那种极度的辣 这要是一口下去 怕是嘴巴都会着火吧 田鹏哈哈大笑 介绍到 胖爷 这大冬天的 吃点辣子暖暖身子 这可是地道的川鼠锅 只不过在选材上 我加了点料 除了大红袍海椒之外 我还加了几颗魔鬼辣椒 吃火锅 喝红汤 方显男儿本色 胖爷 请 田鹏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拿起筷子 在锅里捞了一筷子红彤彤的肉片 放在碟子上稍稍吹凉 就塞入了口中 这一口肉入嘴 辣劲就立刻爆发出来 肉眼可见的 田鹏的额头上 布满了细腻的汗珠 然后 田鹏又夹起一筷子辣椒 塞入口中 视微一般 看着孙平安 大口咀嚼起来 红色的汤汁 从嘴角流下 鼻翼上布满了汗水 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跟小夕一般沿着脸颊 在下巴汇聚 滴落 孙平安翻了个白眼 就这 孙平安拿起火锅汤勺 连肉带辣椒带汤 直接咬了一碗 然后拿起筷子 吹吹凉 稀里呼噜往嘴里一顿狂塞 最后 还将红汤一饮而尽 一碗吃完 孙平安又咬了一碗 继续胡吃海塞 然后 又一碗 连续五碗下肚 孙平安舒服地呼出一口气 他面前的火锅里 已经少了一半 你 田鹏差点没崩溃掉 田鹏出生于北方 但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 在整个大厦最能吃辣 最能吃麻的两个省长大的 他的饮食习惯 那是无辣不欢 无麻不爽 在吃辣上 他就没遇到过对手 可是今天 现在 他却遇到了个 比他更猛 更狠 更能吃辣的胖子 这一锅汤 可是用川鼠最辣的 大红袍海椒 配上在世界上 都拥有鼎鼎大名的魔鬼辣椒 经过熬煮 令辣味完全释放 完全融入到汤中而成的 就算田鹏这种麻辣狂人 最多就能干下去三碗 可这胖子呢 一口气干掉了五碗 这也太恐怖了 田鹏看了一眼周围 他的手下们 正眼巴巴地看着他呢 那份期待 那份鼓励 令他绝对不能轻易认输 好 田鹏大声叫好 有菜无酒不成席 上酒 田鹏大声叫道 一名服务员 将两瓶白酒拿上来 摆在两人面前 田鹏亲自拧开瓶盖 为孙平安倒酒 一边倒一边介绍 胖爷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才找到的北大荒头酒 虽然没有毛子醇厚 也没有那些名酒昂贵 但要说口感 那些酒在这北大荒头酒面前 都是弟弟 72度的北大荒头酒 请 田鹏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孙平安点了点头 虽然工作时间不能喝酒 但现在是在对赌 他自然不能认怂 请 孙平安说了一声 拿起酒杯 一仰头 就将杯中二两砍 比酒精的高度白酒 一饮而尽 末了 还特地将杯子倒过来 让田鹏看清楚 没有剩下一滴 田鹏眼角一个劲抽抽 要不是这么多人看着 他都要打退糖骨了 不喝 开什么玩笑 提出对赌方式的人 是他 拿出火锅的人 还是他 祭出高度白酒的人 依然是他 他敢不喝 瞧瞧对面的胖子 虎视眈眈的眼神吧 敢不喝 田鹏绝对相信 这胖子会把他的嘴掰开 把那一整瓶高度白酒 以及那一锅红汤 给他硬灌下去 田鹏拿起酒杯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一饮而尽 一口烈酒下肚 只感觉刚才吃下去的肉 辣椒 汤 就像是被浇上了汽油的火焰一样 轰一下 彻底在身体内爆开了 来 吃点肉 喝点汤 压一压酒劲 孙平安憨笑着招呼道 然后自己咬了一碗 连肉带辣椒带汤 稀里呼噜地干掉 田鹏重重地叹息一声 拱手道 胖爷 我服了 第223章 杀敌为零 自损一万 田鹏一脸镇定 被手下簇拥着 坐着轮椅 离开了一达广场 上了商务车 鹏爷 咱们回家 心腹手下询问道 田鹏面目扭曲 死死抓着轮椅扶手 回个屁家 快 送我去医院 洗胃 田鹏本来是 想用炫耀一下势力 让孙平安知难而退 谁曾想 孙平安是来了 田鹏势力也展示出来了 可孙平安不讲武德 直接召唤神龙 不 是召唤特剑 然后田鹏就差点被一锅端了 还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下他明白 孙平安不能招惹了 然后 田鹏就想着找回场子 抱着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心思 结果自伤一万 敌人屁事没有 孙平安的系统 可不像其他系统那样 别无所求 兢兢业业的 为宿主当牛做马 各种好东西 免费大赠送 比儿子孝敬老子还夸张 这狗系统 主打的就是一个等价兑换 你不抓坏人 你不治疗病患 就想白嫖 想屁吃呢 积分要靠自己证 不劳而获 想都别想 孙平安只要选择躺平 嫌疑 那实力就别想有半点增长 时不时再给你发布个任务 就跟生产队的车把是一样 拿着鞭子跟后面一顿抽 把孙平安当生产队的驴使唤 也就是孙平安三观症 并且有着一颗报效祖国 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心 所以才乐在其中 刚开始的时候 用个技能都要消耗脂肪 估计系统也是烦了 直接给了孙平安一个 每天扣除五斤脂肪的死规则 孙平安的体重 一旦降低到警戒线 那就对不起了 系统积分冻结 系统伤成关门大吉 系统物品栏暂不开放 技能封锁无法使用 就逼着孙平安各种花式吃 补充脂肪 所以 孙平安的身体 别的没咋样 关于饮食方面的器官 都被整体改造过了 说是百毒不清都不为过 区区一抹鬼辣椒 算个屁啊 就算是把世界上 最辣最毒的东西拿过来 这胖子照样当糖豆吃 所以 田鹏哭了 商务车向着最近的医院 飞驰而去 孙平安和特警队长握手 感谢了几句后 目送特警队员们离去 两名A级通缉犯 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这份功劳 就当是给特警队的出场费了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想吃什么 随便点 孙平安回到蜀香园 憨笑着 对肖亚和方云说道 二人 看向孙平安的目光都变了 他们随杨云来的任务 就是记录杨云生活中的画面 作为素材使用 比如说 以后要上什么访谈节目 制作一些花絮什么的 都能用得着 本来以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活 谁能想到 这才刚到 就见识到了这么大的场面 杨云却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毕竟 她是孙平安一条五十三的壮举 亲身经历人 和那次相比 这次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小亚 我记得你喜欢吃鱼香肉丝的 再来一个毛血旺 方云你喜欢吃辣吗 作为女主人 杨云开始点菜 把两位客人的口味都照顾到 有外人在场 孙平安收敛了一些 这可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杨云 毕竟 如果外人看到了她那海量的胃口 回去一说杨云的面子也不太好看 吃过午饭 孙平安把录音室的地址给了杨云 然后 继续下午的执勤工作 北桥派出所内 景贤正在办公室中处理日常工作 忽然 电话铃声响起 紧紧紧紧 胖子的女朋友来了 中午还一起吃的饭 打小报告的是北桥的一位女警 不得不说 景贤除了强悍的个人能力之外 还有这一种独特的亲和力 这才来北桥派出所多长时间啊 就变成了北桥派出所 所有女警的闺蜜 每到周末就来个闺蜜聚会 一起逛逛街 吃吃饭 所以 北桥派出所所有的女警 都变成了景贤的眼线 孙平安这边有点风吹草动 景贤绝对会第一时间知晓 死胖子 看我怎么折腾死你 景贤一想到孙平安 就咬牙切齿 恨得不行 这死胖子 简直就是自己上辈子的仇人 这辈子的冤家 尤其是这死胖子 占了自己那么大的便宜 竟然拍拍屁股 就想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哼 做梦 孙平安这边 并不知道 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事情 还在认真执情呢 田鹏在医院洗了胃 挂着点滴 整个人都像是苍老了十岁似的 侧躺在病床上 直哼哼 为啥不平躺着 问就是治疮犯了 平躺着贼他马腾 不过 田鹏也没忘记赌约 直接让那些最底层的佛爷 全部老老实实的 去一达广场报到 一帮扒手 小贼居然全都穿上了反光衣 戴上了红袖标 变成了维持秩序的义务工作人员 顺带着 还帮着抓了两个 不知道从哪流窜过来的小偷 这下 警察们的工作 就变得轻松起来 下午五点 下班 孙平安回到北桥派出所 一进门 就感觉到 有好几道不善的目光 凝在了自己的身上 王姐 李姐 蓝姐 你们都不下班吗 马上下班 是 马上就走 几位女警笑着回应 孙平安也没当回事 回到单身宿舍 换上便服 直接从后门来到了录音室 一进门 孙平安就看到 李宗和周杰二人 一副非常痛苦的神情 反倒是肖亚和方云二人 不住地惊叹着 录音室里的高端设备 他们所在的经纪公司 也有专业的录音棚 可是和眼前这个 录音棚一比 就跟乞丐和国王比一样 差远了 杨云正站在录音间 对着话筒认真地唱着歌 看到孙平安进来 甜甜地笑着 挥手给孙平安打了个招呼 你俩这啥表情啊 孙平安走到李宗和周杰身旁 不解地问道 胖哥 你自己听吧 周杰直接按下了外放键 杨云那独特的嗓音 所演绎的爱的公样 立刻在监听室内响起 一整套需要上百万的高级音响 将杨云的声音 丝毫不差地展现了出来 第224章 人间富贵花 把你捧在手上虔诚的焚香 孙平安嘴角上扬 脸上挂着陶醉的笑容 嗯 还是那个声音 还是原来的味道 不少人都说 大秘密唱歌不好听 不够专业 巴拉巴拉 其实平心而论 怎么就不好听了 音准没问题吧 唱歌不跑调吧 那甜甜的小奶音 也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唱起歌来 这就是具有极强辨识度的独特嗓音啊 至于不够专业 人家主业是演戏 唱歌是玩票 拥有KTV水平就够了呀 唱个主题曲 晚会的时候唱首歌 给全国人民助助兴 要什么专业啊 练习个两年半 都能用一首英文歌 霸占华语音乐榜第一 咱家大秘密 唱几首歌咋了 又不靠着唱歌赚钱 又不打榜抢别人饭碗 也没爱着谁 爱听听 不听 你切歌呗 又没有逼着你听 对吧 反正甭管别人是如何觉得 孙平安的感觉就俩字 好听 孙平安也不知道 从哪弄了闪光沙锤 应援闪光棒 给肖亚 方云 李宗 周杰一人发了几个 把监听式的灯光调暗 随着音乐开始挥舞 嗯 这录音棚 从一开始 就是按照多功能来的 KTV功能 是孙平安特意要求的 李宗和周杰对视一眼 咋办 凉拌 被迫营业吗 恰饭 不丢人 杨云也越唱越投入 俗称 唱嗨了 一曲结束 孙平安巴掌都拍红了 叫好声响彻监听式 咋呀 好听不 孙平安还不忘问问专业人士 好听 李宗硬着头皮 唯心称赞 周杰和孙平安比较熟 抱着挨揍的悲壮心理 补了一句 好听 就是以后还是别唱了 孙平安也没生气 大秘密唱歌 跟普通的歌手 比都差一些 更不要说 跟这两位天王级别的人物比了 放心 就是玩玩意 没想在音乐这条路上发展 孙平安笑着解释道 李宗和周杰一听这话 立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精神起来了 其实老板娘的嗓音 非常具有辨识度 只不过没有适合 这个嗓音的歌曲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 再多练习 再有几首好歌 走这条路 也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胖嫂的各项条件 如果唱歌的话 太屈才了 大荧幕才是最能发挥 胖嫂实力的地方 谁说专业的音乐人 就是直信子的 这马屁拍的 老专业了 走 吃大餐去 我请 孙平安舒坦了 一挥胖手 吃饭去 六个人出门 打了两辆出租车 直奔韩城 最适合情侣约会的 情缘西餐厅 一号报告 目标已经登车 二号报告 目标驶入劳动大街 三号报告 目标进入世纪大道 四号报告 目标在情缘西餐厅下车 已经进入情缘西餐厅 情缘西餐厅 不是朋友聚会的好地方 却是情侣约会的不错选择 孙平安让服务员 直接开了三桌 他自然要和杨云一桌 肖亚和方云一桌 周杰和李宗一桌 其实一开始 孙平安就看出来 肖亚和方云是一对了 两人的眼神交流 明摆着就是一对小情侣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不过李宗和周杰二人就崩溃了 放眼全场 就他们这一桌 是俩大老爷们 其他桌边坐着的 全都是一对一对的 其他情侣看过来的目光 让俩大老爷们如芒刺悲 如坐针毡 他俩倒是想走来着 可胖子请客 他俩也不能扫兴啊 所以话在口中 如耿在喉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那就 硬着头皮 甩开膀子吃吧 只要沉浸于美食之中 就能够忽略掉 周围那些诧异的目光了 烛光晚餐已经点餐了 不过还没上来 孙平安和杨云手牵着手 韩晴默默地看着对方 柔声细语地向对方 倾诉着思念之情 胖胖 我这次只有三天假期 张岛那边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回去就准备开始进组拍摄了 这次要拍摄三个月呢 又要有三个月看不到你了 我想你了咋办 你出过来 我可以去探班啊 这次 我让汪俊聪 再弄一车榴莲怎么样 你还说榴莲 上次你探班弄 那么多的榴莲 剧组整整三天都是榴莲味 而且 那榴莲实在是太贵了 就别让汪俊聪破费了 探班一般就是买一些零食 饮料之类的 毕竟要送整个剧组 所有工作人员嘛 如果送巧克力 那都算是相当奢侈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下次去探班 我就买一些普通的饮料零食 如果所里事不多 我就一个星期去一趟 如果事忙 就不知道了 杨云也是警察出身 自然知道 警察忙起来是什么样 所以特别理解孙平安 而且 杨云父亲就是警察 所以 他从未想过 让孙平安辞去警察的工作 改行做别的 虽然孙平安的医术 已经足以在任何一家 全国级的大型医院 当上主任了 零零零 餐厅门开 门上挂着的风铃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孙平安和杨云 根本就没去理会 人家正常营业的餐厅 饭点了 进出个人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可餐厅中的其他人就不同了 仅仅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就挪不开眼睛了 然后 就是一片男人倒吸凉气的声音 一半是被惊艳到了 另外一半 被吃醋的女友掐了呗 杨云抬头看了一眼 也吃惊不小 孙平安看到杨云的反应 愣了一下 转身向大门方向看去 好家伙 好大一个好家伙 竟然是警衔 今晚的警衔 显然经过了精心打扮 小弟兄上衣 略带一点点束身效果 将他那波涛汹涌 以及纤细的小蛮腰 完全展现了出来 短裙肉色丝袜 加上过细白色高筒靴 令他那双魂缘结实 却没有多少坠肉 比之修长的眉腿 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脸上 画着精致的妆容 本来就特别漂亮的五官 更是显得非常立体 最重要的是 这娘们有着一双 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 眼波流转 所到之处 男人的骨头都缩了三分 再加上一件雪白的雕容外套 显得是那么的高贵 大甜甜 可是号称人间富贵花 现在看起来 有着大甜甜的容貌 大甜甜身材的景贤 绝对不愧为人间富贵花啊 景贤目光流转 很快就看到了 目瞪口呆的孙平安和杨云 顿时得意的一笑 迈着猫布 优雅地走到了孙平安的面前 孙平安上上下下 打量了景贤一番 忍不住叫了一声 卧槽 景贤 你真抗动啊 你不冷吗 景贤 第225章 钢铁肥之男 卧槽 景贤 你真抗动啊 你不冷吗 孙平安一句话 不仅差点让景贤 直接破防 更是让整个餐厅中 那一对对年轻情侣们 傻了眼 嗯 其中还要包括 混进来的一对 奇奇怪怪的中青组合 当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景贤的精致容颜 完美身材 性感穿着上的时候 孙平安的关注点 却是景贤的穿着 和现在的天气 是如何的不大 你压钢铁肢拿啊 杨云庆幸 还好自己 现在没有喝水 否则一定会笑喷 被呛到的 不过所有人转念一想 好像 也没错啊 这零下二三十度的 鼠九寒冬 穿得这么清凉 难道 真的不冷吗 孙平安 景贤怒视着孙平安 咬牙切齿地叫道 你这个死胖子 你管我冷不冷 难道我穿上这一身 不好看吗 孙平安上下 打量了景贤一番 认真地点头道 还行吧 就只是还行 景贤有些抓狂了 啊 很漂亮 贼漂亮 特别漂亮 我见过的女人中你最美 这世界上就没有比你更美的女人了 景贤对这个评价 非常满意 嘴角微微上扬 却强忍着 没有笑出声 故作矜持着 然后 孙平安就补了一句 你信吗 景贤愣了整整三秒钟 然后 啊 死胖子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混蛋 什么叫我信吗 景贤抓着名牌包包 劈头盖脸地往孙平安头上 身上砸 这是真的怒了啊 要是换成别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 应该做什么呢 抱头鼠窜 说好话讨好 抱住美女安抚 可惜 景贤遇到了 孙平安这个钢铁肥脂男 所以 孙平安给出的回应很简单 一指头点出 景贤就跟上次 在北桥派出所 当了一晚上人偶一样 还保持着举起包包 准备杂人的姿势 一动不动了 惯得你个臭毛病 跟谁俩呢 要不是 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胖爷我早就一脚 把你踹墙脚缩着去了 还敢用包砸我 杨云哭笑不得的 看着景贤委屈的神情 怕是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胖胖 别闹了 赶紧放开人家 那么多人看着呢 孙平安看了下周围 一对对年轻情侣 正好奇地看过来 嗯 还包括了那对 奇奇怪怪的中青组合 性景的 给你解开可以 你呀 要是再跟胖爷诈词 我让你立这儿一宿 听到没有 孙平安说完后 一指头点在了景贤高耸的胸口 景贤气鼓鼓地瞪着孙平安 来 坐下聊 这么多人看着呢 杨云哭笑不得的 将景贤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胖胖 介绍一下 杨云为了避免尴尬 主动开口询问 孙平安不懈地瞥了景贤一眼 秘密 还记得京城咱俩 在酒店 被查房的那次 他就是折腾咱俩一宿 认定咱俩是违法关系 却死活不肯 查咱俩身份的那娘们 什么叫那娘们 景贤忍不住开口抗议 孙平安根本不惯着 剑指一力 景贤立刻被吓得乖乖闭嘴 后来不知道这娘们咋想的 居然跑我们北桥派出所 当所长来了 天天跟个狗屁高耀似的 把我给赖上了 景贤 你这核桃人大小的脑子里 到底想的是啥啊 你到底喜欢我哪啊 你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景贤这下忍不住了 怒视着孙平安道 那天追捕毒枭 你把我固定在你腿上 你 你轻薄我 你占我便宜 景贤还是有点分寸的 至少这番话 是压低声音说出来 除了杨云和孙平安以外 哪怕是邻座的情侣 都听不清楚 滚犊子 我占你便宜 你压根的脑残一样 开着车追捕犯罪嫌疑人 看到危险不踩刹车踩油门 不打方向盘你无眼睛 要不是我眼睛手快 咱俩现在没准都当邻居了 你一合来我一合 当时那种情况 我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我做你身上 要么你做我身上 你选哪种 杨云是听懂了 所以笑着看向景贤 景贤却被孙平安问愣住了 跑车那狭小的空间 想要换位置 最基本的条件 那得是两个身材比较瘦的人 可孙平安这大体格子 根本没法换位置 那就真的只剩下 谁做谁身上的选择了 你可以坐在我身上 这就不算占我便宜了 景贤道 孙平安眼睛一瞪 我坐你身上 我220斤 坐你身上 那还不宜屁股 把你给坐死啊 胸肌扁 腿压断 屁股坐塌 你乐意 那你也不能用下面摩擦我呀 我不管 你得对我负责 景贤展现出 女人强词夺理 无理脚三分的一面来 孙平安翻了个白眼道 你弄得我一裤子湿 还被王指当成尿裤子 我还没找你赔我的精神损失费呢 我救了你的命 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 景贤差点气炸 却发现 自己根本奈何 不得这个死胖子 说不过 打不过 再加上这死胖子 根本不懂怜香惜玉 像自己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这胖子说点就给点那儿了 腊手催花 偏偏景贤还没地儿告状 没地儿说理去 哼 我吃穷米 景贤换了一种思路 既然无法从精神层面上报仇 那就从金钱方面 让你心疼死 服务员 我要点餐 景贤招手把适应声叫了过来 三尺长的大龙虾来一份 景贤上来就开王炸 可没想到的是 呃 不好意思 本店没有 适应声尴尬道 你这儿有多大的 景贤有些气闷 这么大的 适应声用右手 食指拇指比划了一下 小龙虾呀 嗯 适应声特憨厚地点头道 可以做蒜香和麻辣的 鲍鱼有吧 这个有 给我来一个二头鲍 啥叫二头鲍 就是一个半斤的 呃 没有 你这儿有多大的 这么大的 适应声比划了一个鸡蛋大小的 小鲍鱼呀 嗯 孙平安忍不住对了一句 你跑这种中档餐厅 点高档餐厅才有的菜 这不是跟到了KFC 你却点盖焦饭一个兴致吗 你到底是来吃饭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还真让孙平安说着了 没过多久 做美食快餐 卖炸鸡薯条的KFC 就上了盖焦饭 美其名曰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口味 实际上 这尼玛不是自己 啪啪打自己的脸吗 照这样发展下去 估计再过一些年 KFC就变成 彻头彻尾的中式快餐了 景贤差点被气死 最后只能点了个 最贵的牛排套餐 问题是 最贵的牛排套餐 也就是588一份 完全没有达到 狠宰孙平安一顿的目的 好好一顿饭 电灯泡景贤吃的 那叫一个郁闷 这死胖子 面前坐着一个 穿着低胸装的大美女 低胸装啊 白花花的一片啊 有勾的呀 这死胖子 竟然目不斜视 就好像 他的眼里 只有一个女人一样 还吃个屁牛排套餐啊 狗粮都吃饱了 第226章 紧急脑外科手术 接下来的两天 杨云每天晚上 和孙平安而语私磨 白天就去录音棚玩 倒是与李宗 周杰混熟了 孙平安下班 救过二人世界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杨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寒城 孙平安的生活 也回归正常 眼瞅着大厦传统农历 新年就到了 警察这个职业 越是逢年过节就越忙 别人都是合家团员 其乐融融 警察却要坚守岗位 时刻警惕着 突发事件的发生 尤其是职业班的时候 看着外面万家灯火 警察却要孤独地 守着人民群众 稳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 死胖子 新年快乐 当凌晨零点钟声 敲响的时候 一同职业班的警贤 对孙平安 道了一声新年好 新年快乐 孙平安站在派出所大门口 看着天空中 乍起的朵朵烟花 警贤与孙平安并肩站着 眺望着美丽的夜空 在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 和孙平安的距离 拉近了 零零零 大厅中的电话响起 孙平安转身 快步冲了进去 不等电话铃声响第三声 就把电话接了起来 希望警员 烟花炸伤 立刻到 孙平安挂断电话 抓起警帽带好 跟警贤打了个招呼 带上一名值班民警 快步冲了出去 孙平安离开后不到十分钟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不是烟花炸伤 而是一个大型的烟花爆竹 专卖电炸了 警贤叫上两名值班民警 急匆匆地出警 希望警员大门口 聚集了好多下来 放烟花的民众 让一下 让一下 孙平安一边大声叫嚷着 一边分开人群挤了进去 在人群中冰冷的雪地上 躺着一名17至18岁的大男孩 满脸黑 能够看到烧伤的痕迹 在边上放着一个礼花筒 具体情况 一个人来介绍 孙平安大声叫道 压下了众人七嘴八舌的声音 大男孩的母亲哭得气不成声 还是大男孩的父亲比较冷静 严谨一概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大男孩下楼放烟花 点燃后 等了一分钟没有动静 于是就上前查看 探头看里面的情况 结果就在这时 李花喷了出来 正正地命中了大男孩的额头 并且在男孩的脸上炸开 这一幕 孙平安上一世曾经经历过 而且是亲眼看到了全过程 那是他17岁那年 大年初一零点 和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同学约好了 一起放烟花 同样的惨剧发生了 第二天中午 他刚刚醒来 就接到了噩耗 他的同班同学 每天一起上下学的好友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 送葬的时候 孙平安也去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 好友父母撕心裂肺地哭嚎声 孙平安真的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40岁出头的一对中年夫妇 几乎是一夜白头 那个年代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 家家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孩子 一个家庭 永远不再完整 真人真事 亲身经历 孙平安深呼吸了一口气 上一世他无能为力 这一世 他要竭尽所能 孙平安快速进行了检查 叫救护车了吗 孙平安大声地问道 已经叫了 说是15分钟就到 大男孩的父亲立刻回应道 来不及了 来几个人 一起搭把手 把人放紧车后排 孙平安眉头紧皱 大声命令道 立刻上来几个成年男人 一起帮忙将人抬起 听从孙平安的指挥 将伤者放入到警车中 家属自己坐车去示意 孙平安撂下一句话 上车 让一同出警的民警 蹲在中间位置 固定伤者的身体 警车轮胎和地面 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向着示意一飞驰而去 多米尼克的车技 那是能在冰面上飞速行驶的 所以路上虽然有积雪 但是对孙平安来说 根本就不叫事 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 警车一路闯红灯 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车程 只用了不到7分钟就开到了 伤者头部受到重疮 颅内出血 已经开始压迫脑神经 必须马上动手术 孙平安在路上 就已经通知了医院 一下车 就对等候在急诊门口的 医护人员大声说道 脑外科值班主任 正在做手术 我们已经通知了脑外科的高副主任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 来不及了 马上送进手术室 可是 还要对伤者进行脑部 CT确定位置 一名医生叫道 这些都是接收急救病人的正规流程 不确定受伤位置 怎么动手术 可是现在 真的是在与死神抢时间 晚一秒钟 恐怕就就不回来了 不用检查了 我来主刀 马上安排手术室 孙平安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大声说道 你 医护人员都傻了 你一个警察 要做脑外科手术 开什么玩笑 我有刑医资格证 也有脑外科手术资格 马上安排手术室 出了任何问题 我来负责 孙平安大声叫道 医护人员没有动 虽然孙平安说 他会负全责 但这里是事宜 程序不对 有任何意外 那就是医疗事故 医院也要跟着负责的 万一碰到医闹什么的 那就是大麻烦 孙平安直接掏出手机 拨打了京城总医院 脑外科专家的电话 简单把事情说明 然后把手机塞给了 晚上的值班院长 值班院长听到对面的自我介绍 以及担保 立刻做出了决定 马上准备手术室 这位警官主刀 派一个辅助手术小组进去 五分钟后 手术室准备就绪 大男孩已经被皮 刮毛 完成 手术开始 大男孩的父母 和事宜医脑外科副主任 几乎同时到来 高副主任安抚了二人 进入准备室 做好了手术前的消毒工作 这才进入了手术室中 我是事宜医脑外科副主任高薪 我来接手 伤者情况如何 高薪先确定 所有人都知道他进来了 这才轻声询问孙平安道 这是防止太过突兀的出现 惊吓到正在做手术的主刀 毕竟脑外科手术 一丁点的失误 都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手术主要部分已经完成 孙平安放下手术器械 回答道 啊 高薪愣了一下 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了 是 伤者颅内断裂的血管 已经缝合完毕 出血已经控制住了 神经并未受到严重损伤 无神经断裂 剩下的就是缝合了 交给你了 我那边还一对事呢 孙平安详细地交代完 将位置让给了高薪副主任 孙平安离开手术室 足足两分钟 高薪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才多久 从他接到电话 赶来医院 再到准备就绪 进入手术室 满打满算 也就是30分钟吧 不 连25分钟都没有 这么点时间 放在正常手术状态 怕是刚刚开始吧 而这胖子 居然已经将最关键 最重要的部分给搞定了 这是什么速度 不限速高速速度吗 高副主任 可以进行手术后期处理了 主辅助的护士提醒道 高薪这才反应过来 用仪器快速查看起 颅内情况 这一查 高薪差点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神人 这么说吧 高薪估计 甭说他了 就算是他的老师 大下脑外科专家来了 最好的结果 也就是眼前这种情况了吧 孙平安离开手术室 告诉大男孩的父母 手术顺利完成 等到醒过来 就没事了 走出医院大门 孙平安看着烟花漫天的夜空 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他刚才做的 不仅仅是一台脑外科手术 也不仅仅是 拯救了一个 正在花季的少年 更是让上一世的悲剧 没有再次重演 上一世最大的一个遗憾 终于 不再是遗憾 第227章 人为故意纵火案 孙平安赶到了爆炸的 烟花爆竹专卖店 外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店面 顶棚都被掀了 烧得一塌糊涂 唯一的好消息是 爆炸时 店主回家吃年夜饭去了 店铺没人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景贤正在安慰 匆匆赶来的店主一家人 发生了爆炸的发生 孙平安和景贤打了个招呼 走进了爆炸现场 其实也没啥可看的 到处都是残砖瓦砾 以及爆竹烟花的残骸 孙平安取出超人的眼镜带上 开启了分屏功能 所谓的分屏功能 就是将人眼无法看到的平谱 进行分层 这在勘测现场的时候 经常使用 嗯 孙平安扫尸一圈 忽然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 快步走出店铺 绕到后门 从靠近后门一处 已经结冰的地面 敲下来一块指甲大的冰 放入嘴里 石神的舌头 立刻对这块冰进行了分析 含有医用酒精成分 分屏功能之下 极为显眼的蓝色光点 有十几滴 一直向着远处延伸 孙平安快步沿着蓝色光点走去 大概在三十多米外的一个垃圾桶里 孙平安找到了一个 330毫升的矿泉水瓶 拧开瓶盖闻了一下 有着刺鼻的酒精气味 追踪 孙平安一声令下 在他的视线当中 一条路径清晰可见 这条路径 没有向着远处延伸 反倒是向着爆炸现场而去 紧接线外 有不少过来看热闹的群众 老周家这下 可损失大发了 至少得有好几万吧 啥好几万 你也不瞧瞧 爆炸威力有多大 房顶都掀翻了 这么大的爆炸 那得多少货呀 可不是咋的 我估计老周家这次 至少损失二十多万 哼 我猜啊 肯定是他违法买了一些 黑工厂生产的烟花爆竹 要是正规渠道买的 肯定不会爆炸 还真没准啊 这年头 最赚钱的 还得是黑心钱啊 围观的群众当中 有叹息的 自然也有幸灾乐祸的 还有一些说怪话的 任何一个年代 都有一些恨人 有笑人无的家伙 说白了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看到别人倒霉 就跟捡了钱一样开心 孙平安大步走到 正在低声议论的群众面前 目光在人群中一扫 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拉起警戒线 走入人群中 没有什么废话 孙平安直接把手铐取出 踢在了目标人物眼前 警察同志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是个四十多岁 长得还挺富泰 看上去挺和善的 一名中年妇女 再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警察 以及在眼前晃荡的手铐 立刻有些慌了 这下 不仅仅是孙平安 这个专业的警察 就连周围的人 也都看出来 这人在强壮镇定 在爆炸发生前 你在什么地方 有谁能够证明 孙平安立声问道 孙平安的声音不小 惊动了铺面前的警贤和店主 孙平安 怎么了 警贤快步走过来问道 我在店铺后面的地面上 发现了酒精成分 在不远处的垃圾桶当中 找到了这个 孙平安将手里的 矿泉水瓶拿了起来 我怀疑 这起爆炸 并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人为纵火导致 她是我的第一怀疑人 我正在进行例行询问 孙平安看向中年妇女 店主连忙上前道 警察同志 她是我弟媳妇 我家的铺子 她家也占股的 周围众人也纷纷附和 大家伙都是生活在这片区域的 所以 对谁家有什么亲戚 都很清楚 孙平安没有就此罢休 系统是不会出错的 至于原因 只要攻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自然就会水落石出 我怀疑 你人为纵火 导致铺子里的烟花爆炸爆炸 请你跟我回去进行调查 孙平安看向中年妇女道 什么人为纵火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家铺子 我家也有股份的 我就算是再傻 也不会跟自家的钱过不去吧 警察同志 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 中年妇女大声嚷嚷起来 条理清楚 理由充分 可惜 孙平安只相信事实 不相信借口 作为人民群众 有责任和义务 协助警方进行调查 我们警方的办案宗旨是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到了所里 会有专业人士 对你进行指纹采样 和这个矿泉水平上的指纹 进行对比 如果上面没有指纹 我会对你道歉 并且赔偿你一定的经济损失 如果上面有你的指纹 那你就要 想一个好的借口了 还有 现在药店里 大多有监控 你应该是临时起义吧 我只要去附近的药店查一下 应该能查到 购买一用酒精的记录 你现在越是狡辩 越是负于顽抗 你的罪名就越重 如果你现在坦白 我相信上了法庭 法官会酌情减轻你的刑罚 我 中年妇女一下子慌了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普通老百姓 有几个学过犯罪心理学 犯下案子的时候 自以为天衣无缝 神不知鬼不觉 可一旦被警察查到了蛛丝马迹 只要稍稍加点手段 立刻就慌了 要真的是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 孙平安加了一点力度 按照刑罚第114条的规定 故意纵火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刑罚第115条的规定 故意纵火 致人重伤 死亡 或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 虽然这次爆炸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却造成了重大私人财产损失 如果你继续负于顽抗 不承认的话 那就是 认罪态度恶劣 会着重量刑 如果你现在主动说明情况 没准还能算是有自首情节 机会 我只给你一次 一旦手铐戴上了 就绝对不会属于自首情节了 孙平安的话 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年妇女 一下子贪坐在地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无非是钱闹的 兄弟俩合伙做生意 出资相同 各占一半股份 也没什么私下里黑了对方钱的事情 只不过 这位中年妇女的丈夫 都里有钱了 心就花了 和一个外地小姐勾搭上了 夫妻感情破裂 到了闹离婚的地步 中年妇女 认为这都是因为钱闹的 如果没有赚那么多钱 就不会有这些破烂事了 大年三十 男人都没在家吃年夜饭 而是和外面的女人一起过年 这让中年妇女的怨气达到了顶峰 于是就做出了纵火的事情 案子破了 不过一个家庭也就此破裂 第228章 老鼠掉米缸 这里是天堂 正月初期 按照法定假日来说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 老百姓该上班的上班 该干活的干活 可按照老传统来说 不过正月十五 就还算是在年里 甚至对老一辈的人来说 只有过了二月二龙抬头 才算是彻底过完年 一大清早 北桥派出所由警衔带队 一共五人 一辆车 和市局大部队会合 去槟城进行支援性执行 王小斌和其他警员留守 槟城是墨龙省的省会城市 别看冬天天寒地冻的 却有一个享誉世界的人造景观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那就是冰雪大事件 尤其是过年这段时间 冰城最是热闹 同样 人多了 各种小偷小摸 口角演化成斗殴 醉酒闹事之类的小案件 就多了起来 为了维护冰城乃至大厦的形象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 同样也是保证人民群众 人身财产安全 就从距离冰城最近的几座城市 调集更多的警力 来减轻冰城警队的压力 两个小时后 车队驶入冰城省厅大院 经过简单而快速的任务分配后 四座城市超过500名警员 分散到了冰城的各个角落 北桥派出所被分配的地方 对孙平而言 简直就是天堂 冰城师范大学西街 这条长700多米的街道 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冰城师范大学美食街 除了东北各种特色美食之外 天南海北 国内国外的各种美食 那是应有尽有 进了这条街 就算是厌食症患者 也得吃个肚子溜圆 打着宝哥离开 除了小吃外 还有不少知名餐饮店铺 比如说 主打老毛风情的小末餐厅 主打法餐的高如餐厅 光式炸鸡店 就有KFC 韩式炸鸡店 东北炸鸡等好几家 还有朝鲜冷面 韩式烤肉 孙平安逸走进这条街 鼻腔就被各种美食的香气给灌满了 老板 来俩油炸糕 那个大果子也来俩 你这儿还有煎包 给我来十个 姐 年豆包是黄年你的不 来十个 多放点糖 个 韭菜盒子咋卖的 一块钱一个 给我来五个 没事 我吃得下 景贤快疯了 他感觉孙平安不是来执情的 而是跟游客和食客一样 来这儿品尝美食的 不对 人家游客食客是品尝美食 孙平安是过来找饭哲的 这是只要吃不死 就往死里吃的节奏啊 有句话咋形容来着 老鼠钓米缸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这死胖子 就跟疯了一样 挨个摊买过去 一家都不错过 关键是 这死胖子 买得够快吧 他吃得更快 鸭蛋大的油炸糕 塞嘴里就没了影子 脸盆大的大果子 叠吧叠吧 咔咔几口就吃下去了 基本上到下一个摊子之前 上一个摊子买的 就算没吃完 等老板装吃的时候 基本上也吃完了 而孙平安的疯狂吃法 也着实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甚至还有外地游客 按照孙平安吃食的反应 来确定是否要跟着买 皱眉头 就说明不太好吃 那就先不买 眉飞色舞 神情舒爽 那就代表绝对好吃 必须要买 孙平安 锦贤实在是受不了了 大声地叫道 孙平安跟仓鼠吃东西一样 双手捧着一个 跟排球有一拼的东北大饭包 扭头看向锦贤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孙平安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连声道歉 锦贤还以为孙平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准备改正吗 没曾想 孙平安直接把大饭包递了过来 直接对到了锦贤的嘴里 忘记给你买了 你尝尝 好吃不 锦贤 我想骂死这个死胖子 可被大饭包堵住了嘴 说不出话 嗯 还别说 这大饭包做得相当不错 大白菜的清爽 土豆泥的棉糯 加了酱的米饭特有的香浓 里面还有豆芽 卤肉 锦贤是京城人 哪吃过北方的特色小吃啊 不过 锦贤很快就反应过来 一把将孙平安手里的大饭包抢走 你是来执行的 不是来逛吃逛吃的 锦贤恨恨地边吃边喝吃到 执行不能吃东西吗 锦贤面对孙平安的反问 很是愣了一下 锦务条例里面 还真就没规定 执行时能不能吃东西 换一种说法 锦务条例里明文规定 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执行时 不能接群众地的烟 水 食物 可是却没说过不允许花钱买东西吃啊 其实 无论是基层民警 还是刑警 做办公室的警察 不忙的时候还好说 一旦忙起来 一顿早饭 可能就是这一整天唯一的一顿饭了 下一顿饭 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到嘴里呢 所以 每一名警察 在实习时学习到的第一课 不是辨别嫌疑人 不是执行时应该注意什么 也不是面对群众时应该如何 而是 要见缝插针地填饱肚子 否则的话 你以为为什么几乎每一名警察 都有着或轻或重的胃病 而且 从警的时间越长 胃病严重程度就越重 还不都是饮食不规律 三餐不定时 鸡一顿饱一顿闹的 当然了 为了保持警察的形象 在公共场合执行时 还是能不吃 就尽量不要吃东西 注意影响 警贤白了孙平安一眼 无奈地叮嘱到 孙平安憨笑着点头道 我知道 警贤还没松一口气 就看到 孙平安三步并两步 跑到一个摊子前 老板 锅包肉咋卖的 警贤 感情我白说了呗 警贤无奈地跟了上去 锅包肉 他也喜欢啊 与星号 星号与百分号 四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 把警贤给拦住了 然后上来就是一通鸟语 还带着笔画 生怕警贤听不懂 警贤很快反应过来 看有四壁刻印格历史 at警号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好吧 显然是鸡同鸭讲 双方语言不通 这是什么语啊 好像是异语吧 不是异语 我记得异语里面 没有打突噜的 应该是毛语吧 大厦人最喜欢看热闹 只不过啥忙都帮不上 孙平安看到了 警贤那边的困扰 系统 那些老外说的是 什么国家的语言啊 毛语 啊 系统商城里面 有这种语言精通吗 系统商城当中 拥有全世界各个国家 通用语言 包括原始部落中的 稀有语言 兑换价格 每一种语言50点积分 这么贵 你咋不去抢 50积分兑换一种语言 包括听说读写全精通 如果嫌贵 可兑换亚洲各国语言精通 只需要300积分 可兑换非洲各国各部落语言精通 只需300积分 可兑换欧洲各国语言精通 只需要500积分 可兑换美洲各国语言精通 只需要200积分 可兑换大洋洲各国语言精通 只需要100积分 孙平安 这价格还不一样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系统给个痛快化 全都兑换多少积分 打个折吧 世界各国语言精通 打折后价格 927点积分 孙平安皱眉 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打开系统商城 看了一下右下角的积分 明白了 狗系统这是准备给他来个积分清空啊 本来他有580点积分的 然后工地干掉了几个炸弹客 抓了个纵火犯 做了个开颅手术 他现在就剩下927点积分了 罢了罢了 以后就算不会遇到外国犯罪嫌疑人 可没准会遇到外国病人呢 这种知识技能 属于学会就一劳永逸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系统 我要兑换 下一秒 孙平安感觉脑子差点没炸了 无数种语言知识 疯狂地涌入大脑 要不是嘴里塞满了锅包肉 实在是没地方发出声音 他肯定要痛苦地大叫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脑内的疼痛 如同潮水般褪去 孙平安看向景贤那边 他竟然全都听懂了 第二百二十九章 胖爷会得多着呢 正当景贤被四个连笔话带鸟语的老外 吵得脑袋都要大了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 陌生的语言在耳畔响起 景贤寻声转身看去 只见手里捧着一大盒锅包肉的孙平安 脸上挂着憨笑 开口吐出一串外语 四个年轻老外大喜过望 丢下一脸猛逼的景贤 就把孙平安给围了起来 刚才数分钟都没弄明白的事情 却被孙平安三言两语弄了个清楚 他们是来旅游的 想去槟城的中央大街 孙平安一边和四个老外交谈着 还不忘给景贤解释了一下 不想打车 那就乘坐公交车好了 你们有纸笔吗 一个老外立刻掏出了纸笔 递给了孙平安 孙平安拿起笔 根本就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用毛语在纸上写下了 需要乘坐几路公交车 然后在什么地方下车 转乘多少路公交车 坐几站能够到达中央大街 写完后还在上面用汉语进行了标注 这是给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和司机看的 避免这四个老外做过站 这四个老外之前已经问了一路了 却连个能听懂他们语言的人都找不到 现在问题解决了 那真是千恩万谢 感激不尽 临走时还给了孙平安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竖起了大拇指 孙平安挥手告别 送走四个老外后 夹起一块锅包肉 美美地吃了起来 你会毛语 景贤好奇地问道 大厦国内主秀的外语 基本上都是英语 其他国家的语言都属于小类别 高中前学习的人并不多 只有专业的外国语大学才会主修 我会得多了 区区一个毛语算啥 孙平安很臭屁地说道 景贤发了个白眼道 说你胖你还喘呢 还区区一个毛语 难道你还会异语 西语 法语 我会啊 孙平安点头道 吹牛 景贤话音刚落 一对中年老外就走了过来 机里呱啦的 不知道说着什么 Add it景号人民币景号新号 与百分号 孙平安立刻开口回了一句 景贤 这好像不是毛语吧 孙平安就像是知道 景贤想的是啥一样 介绍了一下 这俩人是高如国的 说的是法语 他们想知道 哪里能吃到家乡菜 孙平安对景贤介绍完 又对俩高如人 鸡里呱啦地说了起来 几句话 搞定 你还真会啊 景贤觉着 这死胖子 除了驾驶技术厉害 身手厉害 破案厉害之外 咋连外语都那么厉害呢 这简直就是一个宝藏胖子 总觉着已经了解了这死胖子的一切 却会发觉 了解到的 不过是这胖子一身本事的冰山一角 什么样的男人最吸引女人 帅气 气质好 身体强健 那只是外在 女人也许会被外在所吸引 但真正对一个男人产生兴趣 却是因为这个男人那里的灵魂 孙平安看到景贤那好似饥饿的人 看到一顿大餐的眼神 经不住打了个哆嗦 叼着筷子 抬手就给了景贤一个脑瓜崩 啊 景贤痛呼一声 双手捂着脑门 死胖子 你是不是想死 景贤怒视着孙平安 如同发怒的词报 孙平安松了一口气 拿下筷子道 呼 还好还好 你刚才的眼神 就像是 想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一样 现在的你 才是正常的景贤 我警告你 虽然你胖爷 我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车见车载 花见花开 但是 我已经有老婆了 而且你胖爷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男人 你不要觊予我的美色 与白花花肥腻腻的身体 我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明白 景贤一张脸仗的通红 也不知道是被盗破了小心思修的 还是被这死胖子的不要脸给气的 啊 孙平安 今儿个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叫景贤 景贤张牙舞爪的 向孙平安扑了过来 孙平安任凭景贤给自己一顿抓脑掐踹 想屁吃呢 胖爷啥时候灌过这娘们的臭毛病 一手小琴拿把景贤的身体扭转过来 而后朝着景贤的翘臀 就是一脚 再炸刺 我就给你定这儿 不信试试 孙平安一句威胁 就让母老虎变成了小花猫 景贤冷静下来才想起来 想要奢求这死胖子 怜香惜玉 那简直就是 想屁吃呢 景贤气鼓鼓地开启了巡逻模式 不得不说 正经起来的孙平安 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 当然 前提是 在这条美食街上 得让这死胖子吃饱才行 来回巡逻了几圈 就到了中午饭点 街道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不过 也许是因为警力增加 那些小偷小摸的 也都收敛了一些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接到失窃的报警 孙平安正准备找个地方 把午饭解决掉 就听到景贤的对讲机中 传来了总台的声音 动二腰 动二腰 听到请回话 动二腰听到 请指示 景贤立刻按下了对讲键 动二腰 44号KFC 有人报警 请立刻赶往 动二腰收到 立刻赶往44号KFC 景贤回应完 看了孙平安一眼 就向着前面不远处的KFC跑去 孙平安立刻跟上 KFC门外堵了一群人 有人捧着汉堡 一边吃 一边看着热闹 还有人拿着可乐 大声嚷嚷着 揍死个鼻痒的之类的东北 特有骂枪 孙平安一马当先 分开众人 带着景贤冲进了KFC大门 KFC中一片狼藉 桌椅翻倒 炸鸡 蛋挞 饮料 薯条撒了一地 最让人无语的是 好几包番茄酱 被人给踩破了 再踏上几脚 弄得地面红色片片 好家伙 这要是让不知情的人看到 还以为来到了凶杀案现场呢 有六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正对着五个二十五 至四十岁不等的男人 全打脚踢 一名看打扮有点骚的年轻女人 正在拉扯着 大声叫嚷着助手之类的话 KFC的店长 服务员尝试着劝驾 可惜这六个年轻人 显然是怒气上头了 根本就劝不开 助手 景贤大声叫道 可惜 那六个年轻人 愣是一点停手的意思都没有 景贤正要上去量明身份 把人拉开 结果刚上前一步 就被一只胖手拽住了胳膊 你 景贤一扭头 就看到孙平安铁青的脸色 顿时愣住了 这胖子怎么 怒了 第230章 秉公执法 任务发布 秉公执法 作为一名警察 一定要保持公正 掌握尺度 秉公执法 任务完成奖励 抽奖次数两次 积分100分 任务失败惩罚 随即收回五个 以获得技能 系统的声音 在孙平安脑海中响起 可孙平安 却根本没有理会系统 你把所有服务员 和其他无关人等都带出去 孙平安用的是命令的口吻 话语当中 充满了不容质疑 景贤愣了一下 认识孙平安这么久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孙平安如此严肃 没有多做犹豫 景贤立刻将 KFC中的无关人等 全都叫了出去 孙平安把KFC的店长 叫到一旁 店里是不是有监控 店长点头道 有 整个打架的过程 都录下来了 带我过去看一下监控 孙平安道 由于有保密原则 所以 外人是无法看到监控的 当然 这一点对警察无效 警察属于执法人员 看监控是直权范围 孙平安看了一眼 挨奏还不老实 还在大声叫骂的几个家伙 跟着店长来到了办公室 兼监控室 孙平安调出监控画面 认真地看了一下 监控画面很清晰 但是因为现在正好是饭点 人太多 声音太过嘈杂 所以根本就听不清 那几个挨奏的家伙说了什么 不过 却能够清楚地看到 是那六个年轻人先动的手 孙平安快速按了几下键盘 直接把这段监控给删除掉了 警告 你已开始偏离秉公执法范畴 滚犊子 用得着你个狗系统来提醒胖爷 孙平安暗暗对了系统一句 警察同志 店长看到孙平安的操作 直接骂了 删监控 这不是闹吗 要知道 监控画面记录 每七天就会覆盖一次 说起来没啥用 但是 一旦发生了失窃 斗殴等案件 监控可是要作为证据使用的 这么随便就给删除掉 这是要犯大错误的 孙平安却并未停下动作 而是直接对监控系统电脑 做了格式化处理 店长直接傻了 你店里的监控出故障了 明白 孙平安认真地对店长说道 明白 店长一副便秘的表情 我明白个毛线啊 我说警察同志 你这么弄 不怕被处分吗 还有 你最起码得告诉我 这么做事为啥啊 店长寻思着 死也得死个明白吧 这么瞎搞 到时候 他也有连带责任的 这几个家伙是樱花国的人 他们刚才在店里 用樱花国语 侮辱咱们大厦人 别的你听不懂 只拿这个词 你总不会不懂 是什么意思吧 这几个彼养的 在挨揍的时候 竟然还在辱骂 咱们大厦国人 所以 孙平安后面的话 不用多说了 但凡是个大厦人 就见不得这种事情 因为两国可是世仇 死仇 尤其是当年樱花国的入侵者 在东北犯下了 耸人听闻的累累罪行 而且至今还不向大厦道歉 甚至不承认那段侵略史 这就让每一个真正的大厦人 把这帮小倭寇 恨到了骨子里 我明白了 我上次不小心把电脑主机揣坏了 因为店里生意太好了 忙忘了 找师傅来修理了 跟警察同志 你没有一点关系 也是你要求过来查看监控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的 店长显然也是个东北纯爷们 一个简单的借口 就把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把孙平安的责任给摘出去了 孙平安起身 拍了拍店长的肩膀道 如果你被开了 我负责给你找个新工作 待遇绝对比现在更好 这家店的老板是我亲外生 他敢把我开了 我踹不死他 孙平安 东北有个说法叫 娘亲就大 当爹当妈的 心疼孩子不愿意动手 当舅舅的 可没那么多顾忌 大逼斗说上就上 关键是 打完之后 孩子爹妈 还要感谢孩子舅舅 帮忙管教孩子 孙平安和店长离开办公室 前面还没打完呢 还有五分钟 孙平安看了一眼手表 大声地提醒道 六个年轻人一听这话 顿时明白了 立刻加中了拳脚 你呀不是叫唤吗 那就叫唤得更响一些 反正就算你们叫破喉咙 也没人来救你们 孙平安站在一旁看热闹 他倒是想要参与进去来着 可身上这身警符 却约束了他的行为 乌啦乌啦 警笛声响起 孙平安掐时间掐得很准 五分钟整 支援的警员到达现场 时间到 全部住手 孙平安大声叫道 六个年轻人立刻停手 后退让到了一旁 站在一起 低着个脑袋干什么 都给我挺胸抬头 把刚才动手时的气势 给我拿出来 孙平安大声呵斥道 六个年轻人 立刻昂首挺胸 跟打赢一场仗的英雄似的 三名警察和警衔一起走了进来 同时进来的 还有两名穿着西装 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 这两个中年男人 长了一副亚洲人的面孔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根本就不是大夏人 因为大夏人 从骨子里就透出来一种 光明磊落 自信的气势 而这两个家伙 从骨子里 透出一种阴险 猥琐劲 山田军 两个家伙一进来 就撞开前面的警察 快速冲到了角落 那五个家伙身旁 这五个家伙模样 那叫一个惨 五眼轻 鼻青脸肿 这都是标配了 一个家伙 衣服被撕成一块一块的 就连乞丐看到 估计都得嫌他丢了丐帮的脸 还有个家伙的胳膊 从胳膊肘位置反向弯曲 显然是骨折了 最滑稽的一个家伙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有创意 给他嘴里塞了个汉堡 啥 你说塞汉堡不够滑稽 那要是连着汉堡盒 一起塞进去的呢 汉堡盒连着汉堡 卡在这个家伙的嘴里 愣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拽出来 嘴角都擦破了 哦 忘记说了 还从这家伙鼻孔里 拽出来四根薯条 薯条上红色的 也不知道是番茄酱还是血 要不是出处恶心人 看起来还让人挺有食欲的 我是樱花国驻大厦 莫龙省领事馆副领事小泉真帅 我要向你们大厦警方 提出严正抗议 你们大厦人 居然对我们樱花国的公民 大打出手 警察在场 居然不去劝阻 助纣为虐 孙平安撇了撇嘴 啥破名字 小泉真帅 他倒是认识一位 叫小泉珍惜的老师 少富法 身材贼好 当然 就算是有亲戚关系 胖爷也不会惯着你毛病 抗议 用不用给你脖子上挂个牌子 再给你送到省府办公楼去 孙平安一句话 就让小泉真摔怒目而是 这彼仰的显然是个大厦通 明白孙平安话中的前台词 在大厦 脖子上挂个牌子 那是狗 小泉真摔正要说话 孙平安就开启了对人模式 抗议 我抗议你麻痹 在我们大厦土地上 辱骂我们大厦国民 挨揍都是咎由自取 没打死他们 他们就应该偷笑了 还抗议 你去抗议吧 到时候 引发两国民间情绪对立 我看你这个副领事 能不能扛得起这个责任 你胡说 山田军他们 根本就没有辱骂你们大厦人 一直扮演着小透明角色的 那个大厦年轻女人 跳出来了 小泉真摔的脸上 展现出得意的神色 有人正 那可太好了 这下 看你们大厦警方怎么办 第231章 寻衅滋事 全部抓走 那个舔樱花国的狗娘们 站了出来 一副正义使者的模样 我陪山田军他们在这里吃饭 根本就没有侮辱你们大厦人 山田军他们只是在回忆 去年樱花开放时的美景 只不过是声音大了一些而已 这几个大厦刁民就不乐意了 冲过来二话不说就动手 山田军他们 秉着两国友好的想法 并没有反抗 只是让我报警 这个胖警察来了之后 根本不来劝阻这几个刁民的暴行 反而站在一旁看热闹 副领事先生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小泉真摔怒视着孙平安 大吼道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樱花国公民正常的谈笑而已 你们就因为听不懂我们樱花国的语言 就对我们的人大打出手 这是外交事件 这是针对我们樱花国公民的暴行 六人中的一人暴跳如雷 怒吼道 老子是师范大学樱花国语系的高材生 你说我听不懂他们在放什么狗屁 孙平安一把按在这人的肩膀上 胖乎乎的大手仿佛有一种魔力 一下子将这人的愤怒情绪给压了下去 你们都活完事了 现在轮到我给你们出头了 孙平安说完后 转身看向了副领事 鸡里呱啦 孙平安再次开口 一口地道 流利 纯正无比 绝对堪称教科书籍的樱花语 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副领事先生 请告诉我 只拿是什么意思 我轻而听到这五个家伙嚣张大叫 在我们大厦的土地上 羞辱我们大厦的国民 不 山田军他们没有说这个词 那个樱花舔狗娘们大声反驳道 孙平安瞥了这个娘们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可却打定主意 绝对不会放过这娘们的 让你压现在跳得欢 一会有你压哭的时候 小泉真摔站起身 耿着脖子 大声吼道 你们大厦警方 就是这么包庇暴徒 就是这么办的吗 后来的三名警察 以及警衔 面色都很难看 如果打架双方 都是本国人的话 骂几句 哪怕骂得再难听 动手一方要负全责 可现在涉及到了外国人 事情就变得麻烦起来 抓六个大厦年轻人 良心上过不去 可是不抓的话 法律上过不去 而且还有可能引发外交事件 那就更麻烦了 小泉真摔 看着大厦警察没有动作 越发愤怒 我父亲是樱花国筑 大厦总领事馆领事 孙平安上前一步 大声叫道 领事咋的 今儿个 这儿 我做主 有什么后果 我负责 小泉真摔怒视孙平安 大声质问 你有什么资格负责 孙平安冷哼一声 大声道 我有什么资格 我老子是孙兴邦 小泉真摔愣了一下 墨龙省领事馆副领事 对墨龙省领导班子成员 自然耳熟能详 孙兴邦是谁 省里的三号人物 省厅一号人物 放在屁大点的樱花国 这个位置相当于房屋部长了 就算 就算你是孙领导家的公子 也不能逊私枉法 你既然是警察 就应该秉公执法 小泉真摔的气势一下子就弱了 不过 他依然大声叫嚣着 毕竟有副领事身份在 代表的是樱花国的脸面 秉公执法 我当然会秉公执法 孙平安冷笑道 把这五个寻衅滋事的小樱花 给我靠回去 分开关押 我来审讯 警家那是大厦警察世家 三官急正 小樱花赶在我们大厦地盘上撒野 不抓你抓谁 警嫌掏出手铐 一把推开小泉真摔 抓住一个小樱花的胳膊 反手一扭 不顾对方疼的哇哇叫 咔嚓 上手铐 另三名警察 也不惯着小樱花的毛病 上去就把他们给铐了 至于手铐不够用 没事 店里不是有打包带吗 凑合用呗 你们小樱花 不是喜欢捆腹吗 今儿个就让你们亲身感受一下 小泉真摔眼珠子 滴流乱转 显然没别什么好屁 可惜 孙平安可不会怕了他 想玩 胖爷就陪你玩到底 你们六个 虽然动手是不对的 但是事出有因 也要跟我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孙平安转身对六名大学生说道 还悄悄地眨了眨眼 是 六名大学生心里有底了 大声应道 一辆警用中巴车 将所有人都带到了槟城市局 拦住他们 别让他们进审讯室 孙平安低声对警嫌叮嘱了一声 大步走进了第一间审讯室 山田轻衣 面色难看的 坐在审讯以上 姓名 孙平安直接用樱花语进行审讯 哼 在我的律师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山田轻衣 是樱花国一家知名律所的律师 他很清楚法律程序 而且他还是外国公民 所以只要保持沉默 等到大使馆的特派律师来了 基本上就没事了 并且 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反咬一口 控告大厦警方滥权执法 孙平安不屑地撇了撇嘴 起身向山田轻衣走去 我警告你 你若是敢刑讯逼供 你爸的职位再高 手里的权力再大 我照样要扒了你这层皮 山田轻衣开口威胁道 还抬头看了一眼监控镜头 孙平安缓缓走到山田轻衣身旁 伸手在山田轻衣的肩膀上 轻轻拍了一下 这一举动 完全没有遮挡监控镜头 完全没有异常的举动 当然 如果大拇指不小心碰到了 山田轻衣的脖子 总不能说这是在刑讯逼供吧 山田轻衣骇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 完全不听使唤了 事情的经过呢 我都清楚 孙平安再次轻轻地 在山田轻衣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下一秒 山田轻衣就惊恐地发现 一种酥酥麻麻 剧痛无比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 从身体内传出 咋说呢 就好像是有无数只食人蚁 正在从内部 疯狂地啃食着他的内脏 贪婪地啃食着他的骨髓 这种疼痛麻痒的感觉 好像是从骨头缝里面 从五脏六腑当中 透出来的一样 山田轻衣很想放声惨嚎 很想大喊救命 可他除了眼皮子能眨动之外 却连一根小手指都动弹不得 光是疼痛也就罢了 偏偏孙平安的声音 却如同从地狱当中传来 直接在他的脑海当中响起一样 你在KFC当中 用非常恶毒的话语来辱骂我们大夏 虽然你知道错了 但是你依然为你的言行感到后悔 悔不当初 悔恨无比 痛恨自己的言行举止 山田轻衣在剧痛中 经不住愣了一下 因为他骇然发现 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他头脑当中的记忆 似乎变得模糊了 一段全新的记忆 似乎正在对原本的记忆 进行着覆盖 山田轻衣的双眼 变得迷惘起来 孙平安轻轻地拍了 山田轻衣的肩膀一下 疼痛感如同退潮一般 瞬间消失 身体也一下子恢复了控制 可山田轻衣 却感觉自己有些迷糊了 孙平安微微一笑 和他第一天实习的时候 对人贩子所做的事情类似 但是却绝对不同 对人贩子 点穴术是其主要作用的 而现在 点穴术起到的是辅助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 他拥有的大师级催眠术 身体上的折磨 远没有精神上的折磨来的剧烈 杀人诛心 我先诛心 再杀人 第二百三十二章 犯我大下者虽远必诛 孙平安重新坐回到了审讯桌后面 姓名 山田轻衣 说一下在KSC当中的冲突经过 详细一些 不要隐瞒 山田轻衣的神色中 似乎有最后一丝挣扎 但只是瞬间 这最后一丝挣扎也消失不见 我昨天晚上和几个朋友 一起找乐子 和我们一起的那个年轻女人 还有她的两个朋友 服侍了我们一晚上 而且 无论我们要求什么姿势 他们都能够满足我们 所以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 羞辱辱骂侮辱 监控将山田轻衣的话 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孙平安等到山田轻衣说完后 起身来到了第二个审讯室 同样的手段施展了一遍 半个小时之后 五个小樱花都统一了口径 孙平安 省厅来人了 大使馆总领事来了 还带来了好多的记者 国内国外都有 压不住了 景贤低声对孙平安 介绍了当前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对孙平安相当不妙 孙平安憨笑道 既然拦不住 那就把人带出来 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清楚吧 咱们 一定要秉公执法 不能给警队丢脸啊 景贤疑惑地看着孙平安 有些搞不懂这胖子的想法了 把人带回来 才半个小时而已 这点时间 五个人 就算是正常审讯 恐怕都不够用吧 更不要说来的路上 那个叫山田的家伙 还提醒同伴 一定要等到律师来 否则绝对不能开口 这种负于顽抗的态度 别说半个小时了 就算是两个小时 怕都问不出什么来 现在有省厅的人 有总领事 有记者在 应该更麻烦 更不好办才对吧 可为什么这胖子看起来 那么的镇定呢 小泉真摔看着五个樱花国人走出来 他脸上的得意 都快要溢出来了 有住墨龙省总领事在 樱花国人就有了底气 有省厅的人在 槟城警方就不敢颠倒是非 有记者在 樱花国人受到的委屈 就会被无限放大 到时候 还能以此向大厦 提出赔偿要求 完美 小泉真摔 甚至已经看到自己升职加薪 回到国内 被国民当成是英雄来对待了 记者朋友们 我要向你们说明这次的情况 我们樱花国的五位公民 在就餐时 遭到了六名暴徒的袭击 他们并没有还手 但是大厦警方 却包庇暴徒 污蔑我国公民 事后发现 就餐店铺的监控已被删除 并且电脑做了格式化处理 这显然是在销毁证据 所以 希望你们能够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我国无辜公民的控诉 为我们主持公道 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 某些警察是如何殉私枉法的 小泉真摔战出来 一副 为正义发声的模样 大声说道 闪光灯在市局大厅中 亮成了一片 摄影机 话筒全部准备就绪 小泉珍惜看向五个同胞 山田军 小犬军 你们不要怕 你们有任何委屈 我们都会为你们主持公道的 然后 噗通 山田青 一直接跪在了众人面前 来了个跪拜大礼 我对不起华夏人民 我冤枉了华夏警察 事情的起因是 我们在交谈中 以为大厦人听不懂樱花语 所以放肆地羞辱大厦人民 羞辱大厦国 经过秉公执法的警察同志 耐心和我讲道理 我已经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请原谅我 山田青一跟狗一样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然后是那个叫小犬什么的家伙 也是同样的说辞 五个人虽然内容略有不同 但是大致意思 却是完全一样的 小犬真摔顿时急了 大声叫道 山田军 小犬军 你们是不是疯了 明明是 混账东西 你难道要在这么多记者面前 颠倒是非吗 总领事大怒 狠狠地 给了小犬真摔一巴掌 这个愚蠢的家伙 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说 还能用被逼迫来解释 可五个人都是相同的说法 这怎么解释 这分明就是事实如此啊 这个时候 再去辩解 那简直就是 在自己打自己的脸一样 总领事的脸面 樱花国的脸面 难道不要了吗 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 你们五个人 找了三个女人一起玩游戏 你们付钱了吗 孙平安看了一眼之前 在KFC中 疯狂诋毁六个大学生 颠倒黑白的年轻女人 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是的 我们支付给这三个女人 每人五千块钱 没错 每人五千块 我还承诺 会帮助她拿到签证 去我们樱花国留学 孙平安大步走到那个女人面前 朗声道 你应涉嫌卖淫 请交出通讯设备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会作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女人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饶了我这一次 我再也不敢了 不好意思 你知道的太晚了 除了卖淫的违法行为外 你还涉嫌作伪证 孙平安可不会因为 对方是女人就放过她 你堂堂大厦国民 居然跪舔小樱花 这不就是汉奸行为吗 放过你 开什么玩笑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还要警察做什么 咔嚓 手铐上万 等着被拘留吧你 这五个小樱花 因卖淫嫖娼罪 寻衅滋事罪 被拘留15天 每人罚款5000块 拘留结束后 将会被驱逐出境 并被列入黑名单中 终生不得以任何理由 迈入大夏国境县半部 三名卖淫者 没收卖淫非法所得 并出已拘留10天 每人罚款5000块 朱欣 完成 至于六名大学生 不但没有任何过错 反而有功劳 建议勇为 每人奖励1000块钱 还会给学校发函 对他们进行表彰 半个月后 五个小樱花被驱逐出境 并且在回国的第一天晚上 集体来到了最热闹的京都街头 让樱花国民们 看到了他们长子肚子的颜色 这就是催眠的力量 诛心之后 杀人 完成 犯我大夏者 虽远必诛 三名卖淫者 尤其是那个跪田小樱花的女人 在登报后 祖宗十八代都被网友给扒了出来 除非她选择出国 否则的话 在大夏是没有她立锥之地了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任务 秉公执法 宿主顶住压力 维护了公平公正 维护了正义 对得起这一身警服 任务完成 奖励 抽奖机会两次 积分一百点 奖励已发放 孙平安的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孙平安愣了一下 他在执法的时候 都已经抱着 就算是任务失败 也一定要为同胞出头的心思 毕竟 在我们大夏的土地上 怎么能让小樱花如此嚣张 再说了 随机被抹除掉五个技能 不过才五百点积分而已 技能没了 可以重新买 积分没了 可以重新赚 但是如果向小樱花低头了 尊严 良心就没了 这可是多少积分都换不来的 现在看来 这狗系统 还是不错低嘛 孙平安决定了 以后少骂狗系统两次 嗯 就两次 不能再多了 毕竟 这狗系统 扣积分的时候 推他马黑了 第233章 去京城 人在囧图啊 樱花总领事馆内 小全真摔正全身心 沉浸于父亲的手骨 手骨演奏 嗯 手骨就是小全真摔的脸 你这个愚蠢的白痴 樱花国的脸面 全都被你 给丢了个一干二净 是 父亲 都是我的错 还别说 小全真摔认错态度 那是一个一等一的好 等到父亲消了气 小全真摔才攻身道 父亲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我不知道 应该如何找回颜面 请父亲指点 小全蠢三郎想了想到 我记得 槟城和北岛是友好城市 是的 父亲 既然是友好城市 那么除了经济 文化的交流之外 是不是警队 也可以交流切磋一下呢 强民计划 已经实施二十多年了 每天牛奶牛肉吃着 年轻人的体质 应该比每天 油条豆浆 稀饭包子的大厦人 体质更强吧 小全真摔愣了一下 苦着脸道 可是大厦人的精神 比咱们的人更强 如果让北岛的警察 来和槟城警察交流切磋的话 恐怕是 自取其辱吧 小全蠢三郎 恨铁不成钢道 你这个蠢货 难道不能调集 全国实力最强的警察 冒充北岛警察吗 难道大厦还会调查 来进行交流的警察 是不是北岛警察 小全真摔 顿时眼睛一亮 和父亲讨论起 这个找回厂子的活动细节来 正月十五 吃元宵 放烟花 看花灯 花灯现场 各式各样 大小不等的花灯 将整整三条主街 变成了绚丽的海洋 只不过 执勤的孙平安 根本就没工夫去看花灯 因为 人山人海啊 警察作为维持秩序的主力 从下午三点 到凌晨三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就没歇过 哪怕一分钟 更不要说喝水吃饭了 等到最后一名游客离开 花灯开始拆卸 清洁工开始清理街道 孙平安是嗓子哑的 说不出话来 饿得前胸贴后背 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而他 不过是当晚执勤的 上千名警察的一个缩影而已 正月十六 外派执勤彻底结束 所有外派警察 纷纷乘车返回各自所在的城市 休息一天后 再次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当中 这 就是警察的工作 也是警察的生活 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 分批进行调休 休息时间为三天 第一批 警贤 孙平安 李悦 从明天开始 第二批 王小斌大声宣布道 北桥派出所 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啊 终于可以休息了 再不休息 我都忘记女朋友长啥样了 王指 我能不能多请几天假 抽空把婚给结了 我上次休息 我家的狗都不认识我了 听起来挺搞笑 但细细想来 这何尝不是一种 外人所不能了解的心酸呢 整整一个月 北桥派出所的基层民警们 休息的日子 屈之可数 而作为所长的警贤 指导员的王小斌 更是连一天都没休息过 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陪陪家人了 孙平安立刻掏出手机 拨打了订票电话 预定了明天上午九点那班 去京城的航班计票 为啥不定今天晚上的 因为 孙平安晚上还要值夜班 为啥不定明天早晨最早的那班 因为机场在槟城啊 孙平安要从韩城赶到槟城 还有二百公里呢 第二天一大早 孙平安交接班后 和王小斌打了个招呼 拎着早就准备好的旅行包 急匆匆地跑出去赶车了 孙平安前脚刚走 景贤后脚就推着旅行箱 从办公室中走了出来 警索 你这是 王小斌问道 放假 我回家探亲 景贤笑着回答道 王小斌看着景贤离去的背影 忽然愣住了 景索回家探亲 景索的家在 京城 孙平安乘坐机场大巴 向着槟城国际机场而去 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一想到再过三个小时 就能见到朝思暮想的杨云了 那心情美滋滋的 尤其是一想到杨云 见到自己时的惊喜 嘿嘿 就连熬夜值班后的疲倦感 都不翼而飞了 如此好事 不抽个奖 岂不是对不起各位观众 系统 我要抽奖 一次 孙平安暗呼一声 抽奖开始 恭喜你抽取到 王牌飞行员全部专业技能 孙平安一脸猛逼 头顶冒出一连串的大问号 啥玩意儿 王牌飞行员全部专业技能 这玩意儿有啥用 要知道 在大夏 飞机驾驶员证可是最难考的 就算是考出来 去哪找飞机给你开去 至于乘坐民航飞机 那就更用不着这技能了 人家民航飞机有专业驾驶员啊 你过去跟人家说 我是专业王牌飞行员 人家能一脚给你踹出驾驶舱 王牌飞行员 你以为你是书客啊 再避避 空警就该出马了 至于遭遇劫机事件 外国大片看多了吧 要知道 大夏的安检力度全世界第一 进枪力度全世界第一 违禁物品茶超严格度全世界第一 连打火机 水果刀 甚至指甲刀都带不上飞机 就算是一瓶矿泉水 你也得在安检口 咕咚咕咚灌两口才行 就这 拿啥截机 拿免费航空餐配发的软了巴基的 塑料插勺吗 那玩意儿站着让你捅 都不如痒痒挠咔咔挠两下呢 就是美女做的美甲 咔咔挠你两下 都比那玩意儿强 得 系统又没有退换货服务 除了认灾 貌似也没别的法子了 孙平安本以为 这只是偶尔一次运气不好 却没想到 这仅仅是他倒霉的开始 到了槟城国际机场 孙平安在服务台领取了机票 定睛一看 呃 是不是搞错了 我订的是商务舱啊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 一副爱搭不犀礼的样子 懒洋洋地回答道 我们公司的飞机就没有商务舱 要不 你退票去别家航空公司买 退票的话 只能退给你一半 你退票吗 不退票吗 退票吗 孙平安 你压唐僧啊 孙平安还是头一次遇到 没有商务舱的航空公司呢 要不是他想见到杨云的心太过急切 还真不惯着对方毛病 咋的 胖有我有钱 难道还不能享受一下了 办理托运手续波 二十块钱一公斤 工作人员瞥了一眼孙平安拎着的旅行包 问道 嗯 孙平安再次愣了一下 办理托运 不是每张机票 对应有二十公斤的免费托运额度吗 工作人员不屑道 机票那么便宜 再给你免费托运 我们赚什么钱 孙平安 不气不气 登机去 孙平安转身就走 打定主意 回头就打电话 投诉这家航空公司 你压一个服务行业 就这服务态度 就这见缝插针死要钱 早就应该关门大吉了 等到上了飞机 孙平安更郁闷了 大冷天的 机舱内的温度 似乎也没比外面高多少 连个暖风都不打 再看位置 那真的是 要多几就有多几 孙平安的位置在第一排 前面就是驾驶舱 他是费了老半天劲 才把他的肥定硬塞进座位中的 两边的扶手 就像是一把老虎钳 把他死死地卡在了座位里 孙平安能感觉到 自己的大肚子上的坠肉 都被挤得像两头窜了 这还不算完 想要系个安全带吧 好不容易把安全带拽出来 往中间一对 我去 还他妈差了十几厘米 不得不像长得跟西游祥摩篇 里面 把空虚公子 气得差点吐血的大妈一样的空姐 要了一根家常带 为此还遭受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因为家常带不要钱 好歹算是把安全带系上了 话说 这空姐 不会是航空公司领导他二姨吧 长这样当空姐 你是服务乘客的 还是恶心乘客的 你以为倒霉事就结束了 呵呵 很傻很天真 孙平安正郁闷着呢 一股熟悉的香风袭来 扭头一看 孙平安愣住了 真的是 不是冤家不巨头 坐在孙平安身旁的 赫然是 警衔 第234章 空姐飞了 嗨 好巧啊 你也去京城啊 警衔笑盈盈的和孙平安打着招呼 孙平安 我瞧你个大头鬼啊 警衔看到孙平安不搭理他 也不气恼 坐在了孙平安的身边 然后 掐孙平安窜过来的游泳圈完 性警的 你再掐我一下试试 孙平安怒视警衔 低声威胁道 警衔嘻嘻一笑 你的游泳圈占了我的地方了 要不 你把游泳圈收回去啊 孙平安 我忍 这是肉啊 被座椅挤到两边的肉啊 往哪烧啊 开什么国际玩笑 随着全员登机完毕 机舱内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温室效应终于开始起效 机舱的温度开始攀升 很快就变得 让人不得不脱下外套 还得拿着广告杂志当扇子用的程度 飞机进入跑道 顺畅起飞 向着京城而去 等到飞机开始平稳飞行后 空姐推着小车 从准备间走了出来 果汁可乐矿泉水了 鱼片烧鸡爆米花了 来 前面的乘客把腿收一下 孙平安听到这熟悉的叫卖声 不禁有些精神恍惚 魏毛感觉她坐的不是飞机 而是绿皮火车呢 给我来一瓶矿泉水 景贤到 矿泉水一瓶 十块 空姐拿起一瓶特常见的矿泉水递了过来 并且给出了报价 景贤愣了一下 飞机上的矿泉水 居然还要钱 而且 十块钱 黑店宰客吗 就连景区都不敢这么黑啊 这个矿泉水 超市两块 如果去批发市场整箱买的话 一瓶连一块钱都不到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建议零售价两块 空姐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回答道 我们不接受建议 十块一瓶 买不买 景贤气鼓鼓道 不买 空姐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乘客的反应 毫不在意地收回矿泉水 推着车继续往前走 果汁可乐矿泉水了 景贤不买 可买的人却不少 这机舱里 热得跟烤箱一样 汗流加倍的 不喝水 下飞机就成木乃伊了 飞机飞行了半个多小时 兴奋劲过去了 困意上涌 孙平安眼皮子发沉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飞机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颠簸 把机舱内熟睡的乘客惊醒 孙平安感觉胸口有点不太舒服 低头一看 我了个去 景贤靠在孙平安的怀里 正睡眼惺忪 一副娇憨的模样 正冲着他傻笑呢 嘴角还有亮晶晶的口水 孙平安胸口位置 湿漉漉的 你哥这儿拿口水 给胖爷洗衣服呢 光是这样也就罢了 再往下看 景贤一只手 竟然从孙平安衣服下摆穿了上去 按在了孙平安的胸口 这尼玛就有点过分了 胖爷还没伸出贤猪手呢 全就被吃豆腐了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景贤也感觉到了 自己的手锁在位置不太对 尴尬地冲着孙平安笑了笑 缩回手的时候 竟然还捏了一把 胖子 你的胸好大 孙平安 我特么这是遇到女流氓了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220斤的胖子 要是光膀子 绝对能让一众飞机长妞 羡慕极度恨死 孙平安正准备给景贤点 颜色瞧瞧 就看到 那名空虚公子侍女模样的空姐 捂着脑袋 亮亮呛呛地冲到驾驶室外 喷喷地砸起门来 你们他妈 怎么开飞机的 有你们这么开飞机的吗 把老娘头都撞到了 开门 赔钱 众乘客 这空姐没得到里面的回应 越发泼辣叫骂起来 末了 一拧门把手 然后 搜 空姐 飞了 准确地说 空姐是被没有了大窗户的驾驶舱 给吸出去的 孙平安眼疾手快 一把将差点跟着空姐 飞出去的羽绒服 给抓了回来 机舱里没有固定的物品 就跟被深渊巨口吸走了一样 嗖嗖嗖地飞进了驾驶舱 不见了踪影 再定睛一看 整个人都梦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驾驶员呢 驾驶舱中 有斑斑点点的血 碎肉 羽毛 嘱咐驶驶未上空 无一人 随着空姐飞出去 机舱内的气压平衡被打破 吸力消失 一股狂风疯狂涌入机舱 飞机剧烈抖动起来 就好像下一秒就会散架了一样 行李架门被震开 里面的行李跟下雨一样砸下来 乘客脚边放着的东西 则飞了起来 氧气面罩掉落下来 有乘客想要去抓 结果氧气面罩被狂风吹的 就像是顽皮的孩子 跟你玩躲猫猫一样 死活抓不到 尖叫声 痛苦哀嚎声 哭嚎声 响彻机舱 那叫一个混乱不堪 景贤面色煞白 一半是被动的 一半是被吓的 死死抓着孙平安的胳膊 就不撒手了 他这位置 靠着过道 等于是正对着 从驾驶舱涌入的狂风 自然也能够清楚地看到 驾驶舱中的情况 孙平安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 景贤带着哭腔 在孙平安耳畔大声叫道 孙平安这时候 不知道是该感谢这狗系统 还是该把狗系统十八代祖宗 一遍 抽奖就好好给点奖励 哪怕给个精华火腿也行啊 非要给个王牌驾驶员技能 咋的 狗系统还能为不先知 知道胖爷我有此一难 是不是没抽到王牌驾驶员技能 就不会遇到这一摊子 烂事了 真的是 倒霉带冒烟的呀 放心 死不了的 孙平安看到景贤悲气 可怜巴巴的小模样 只能安慰一下 死定了 咱们死定了 景贤抱着孙平安的脖子 凑到孙平安的耳边哭着说道 孙平安 临死之前 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 啥要求 孙平安愣了一下 吻我一下 我不想死的时候 连初吻还在 景贤含情默默地看着孙平安道 孙平安都他妈这时候了 你还想着要占胖爷 我的便宜 回答景贤的 不是孙平安的后嘴唇子 而是 啊 景贤捂着自己的脑门 怒视着孙平安 这死胖子 竟然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老实坐着 有我在 你死不了 孙平安一脸严肃地大声说道 然后解开了安全带 比坐下来的时候 费了更大的力气 才把自己从座椅上拔了出来 孙平安想了想 用手里的羽绒服 把景贤给包裹了起来 老实待着 你绝对死不了 我说的 孙平安说完后 顶着超过四百码的狂风 一步一挪地进入了驾驶舱 啊 孙平安用尽全力 将驾驶舱大门拉出来 碰 驾驶舱大门 被狂风吹得狠狠关上 也彻底隔断了景贤的视线 感谢观看